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今天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时轻生的以俄语遮羞的临座爱丽同学原作小说 小说剧情第一卷,衔接动画第二集 爱丽很奇怪,为什么刚才他们两人一起下车 正进于有西的家,一车站计算的话应该距离三站才对 正常来想,他们不可能在同一站下车 这么一来,只想得到一种可能性 他们两人还不打算回家 该不会是打算前往其中一人的家 实际上,他猜对了 有西不能将阿宅金品带回周房家 所以得放在九世家 爱丽无从得知这种隐情,内心冒出这种疑惑 但他勉强压住 他想,或许他们只是还想去别间店吧 正当爱丽像这样说服自己时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取出手机 依照记忆搜寻关键字 看见符合的图片之后,整打双眼 发出一声惊讶的怪叫 爱丽突然的怪叫引来周围的注目 但他无暇在意 这张图片似乎是从少女漫画的某个场面截取的 只见一对男女面对面坐在一张床上 女性穿着宽松的衬衫害羞微笑 而男性赏身赤裸 这这这这 他再也没法说服自己了 明显洋溢限制及气氛的这张图片 使得爱丽目瞪口袋 图片里的男女在脑中替换为正进于有西 爱丽独自留在电车上闷闷不乐 第二天放学后 学生会要外出购买备品 但是有西突然有失不能去 所以希望正进代替他去 他发来一条简讯 哥哥求求你了 简直做做到洒脱 正进一边嘀咕一边传送 收到两个字 耶最喜欢哥哥了 接连收到爱心满天飞的贴图 正进露出苦笑 将手机收进口袋之后 前往学生会试 不管怎么说 正进还是很疼妹妹 虽然从世间的一般角度来看 难免会不说成有恋妹情节 学生会室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学生会长见其同意 另一人是学生会书记 爱丽的姐姐 玛丽亚米哈伊洛夫那九条 简称玛莎 玛莎挂着软绵绵的笑容 亲切打招呼 正进心想 两姐妹给人的感觉 真的成为对比 玛莎笑眯眯的快步接近 正进有点畏缩 玛莎说 也可以叫我玛莎学姐 或是玛莎小姐哦 正进莫名害臊 一开视线 玛莎走到正进面前 双手握住她的右手 轻轻上下摇动 玛莎笑盈盈地和正进握手 如果是偶像露出这张笑容 想必能立刻掳获男生的心吧 不过在她抬头近距离 看见正进脸孔时 突然表情变得正进 态度骤变的玛莎 使得正进忍不住后退 但是右手被她意外地用力抓住 玛莎问正进的名字 得到回复后 玛莎已严肃到吓人的表情 像是要以视线射穿般的 注视正进的脸 几乎是第一次见面的漂亮学姐 就这么以双手握着正进的手 目不转睛地注视 正进不只是脸红心跳 甚至开始不安起来 此时 童也出来就唱 正进立刻配合 玛莎慢慢眨了眨眼睛 恢复为一如往常的软绵绵笑容 接着说道 啊对不起 想到这个人就是爱丽的朋友啊 我忍不住就 然后用手按着自己的脸颊 不好意思地微微歪过脑袋 用俄语说了一句 那我们走吧 正进当然听得懂 但是平常在她妹妹爱丽面前 假装不懂俄语 所以这时候不能点头回应 两人离开学生会室 去采购东西 期间 玛莎邀请正进加入学生会 但被拒绝了 玛莎像是真的感到惋惜般的怂见 正进露出苦笑 玛莎先选择精油 又去挑布偶 还说有个布偶和爱丽一模一样 正进一直在阻止她买这些不必要的东西 在玛莎毫不犹豫地进入金瓶百货店的时间点 正进就觉得不妙 但是实际上超乎想象 她远比正进想象的还要随性得多 玛莎被各处吸引注意力 非常认真想要购买明显不适合学生会式的商品 在负责提东西之前 正进光是驾驭她就用尽心力 筋疲力尽的正进 低头看向抱着布偶行走的玛莎 高中生抱着布偶走在街上 总觉得不是很适合 不过说来神奇 玛莎这么做并不会很突兀 有种想和布偶换位置的感觉 看着在布偶后脑勺压到变形的双方 正进忍不住这么想 紧接着她脑中浮现出 不屑看着垃圾般的爱丽脸庞 不禁打气冷颤 然后向脑中的爱丽道歉 接着玛莎对正进说 爱丽喵就麻烦你了 颇为惊人的取名品位 令正进脸颊抽动 从玛莎手中接过布偶 玛莎说很合适 正进吐槽 品位有毛病吧 不知道是被哪里打动内心 玛莎开心一笑 居然取出手机想拍照纪念 正进连忙以手上的购物袋 防御玛莎的手机尽头 如今她已经敢毫不客气 吐槽这位学姐 到了红茶店 玛莎好像是这间客的长店 只见她一边和熟食的中年店长交谈 一边试闻各种茶叶的香味 然后她想征寻意见 不过正进正中回绝 她也不懂红茶 如果是有西 则这时候肯定会参与 她是大小姐 对于红茶品牌肯定也知道一些 玛莎拿起一个纸杯品尝之后 露出甜美笑容 向正进招手 这幅光景令正进灵光乍现 这 这是间接接吻事件 不在乎这种事的女生 不经意将喝过的杯子 或宝特瓶拿给男生喝的事件 令许多恋爱戏剧的男主角脸红心跳 以莫大的羞耻心为代价 获得小小幸福的事件 这种事情如果害羞就输了 如果在意就输了 正进很清楚这一点 这种时候应该聪明行事 应该帅气搞定 基于这份决心 正进将手上的物品放在脚边 以帅气的脚步走向马上 结果女店员递出新的纸杯 正进面带笑容接过来 看来原本就准备了两人份 正进挂着虚假的笑容品尝红茶 内心痛苦挣扎 她很想找个洞钻下去 无法区分现实与二次元的阿宅脑 在这里展现悲哀的一面 采购完东西之后 两人回到学生会市 童也看向马莎抱着的布偶露出苦笑 接着从座位起身 走过来检视袋子里的内容物 她吐槽 如果交给马莎一个人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正进接话 会成为梦幻国度 童也还是想邀请正进加入 正进在国中部学生会是副会长 也是因为这样 她才认为自己不适合 而且成为副会长 也是有惜拜托的 童也咧嘴一笑 挺胸说 我可是为了让喜欢的女生 看上我才成为学生会长的 这个动机的不纯程度 远超过你吧 童也给他看了国三的自己 和现在一点都不像 坦白说 是非常不起眼的小胖弟 童也说 那时是典型的英爵 但之后喜欢上 童年级的两大美女之一 副会长跟柯毛孝 所以现在会长正在和副会长交往 这件事在校内也很有名 对这种八卦话题 没兴趣的正进也知道 会长拼命努力 想成为配得上她的男人 当事人如此充满自信这么说 正进也只能笑了 而一边的马莎 也是他们邀请的 马莎说 她是单纯对学生会感兴趣 然后改成有点正经的表情 更像温柔劝说般的开口说 不管动机是什么 你也曾经身为学生会副会长 和周房一起留下杰出的成果 完全不需要为此感到丢脸或愧疚 这段话意外震撼正进的心 她一直隐约怀抱着罪恶感 无论留下多少实际 也无法逝去 有其他人更适合这个地位的想法 从某人那里夺走这个地位的愧疚感 一直让正进的心蒙上阴影 若是没有自我肯定 再大的荣耀也只会涂增空虚 正进有点想哭 不知道是因为昔日的自己 获得原谅而喜悦 还是对于童野的耀眼光芒感到憧憬 她选择考虑一下 心中想着 为了让某人成为会长 脑中随即自然浮现某人 正进吓了一跳 这个人不是有戏 然后她问道 爱丽今天在哪里 童野不以为意地回答 她去仲裁运动社团的纷争 去了好久 足球社与棒球社 在争夺操场使用权快打起来了 两边说的都有道理 就让爱丽去仲裁了 看来处理得不太顺利 正进脑中浮现 爱丽前几天和醉酒上班族 一触即发的光景 不安的感觉 逐渐在内心扩散 随即向学长姐道别 自言自语 朝着社办大楼踏出脚步 两边的两队人马 吵得热火超天 爱丽不知道 做了几次发言仲裁 但是没什么效果 她姑且在学校附近的河岸 准备了新的练习场所 当成说服众人的筹码 不过接下来 就为了决定 谁使用操场 谁使用河岸 导致意见对立 爱丽努力试着找到妥协点 然而激动的双方阵营 完全不肯让步 最上平民大声安抚 但内心也已经快要气馁 就算是爱丽 被高年级的健壮男生们包围 还是会害怕 不止如此 她的提案也悉数被驳回 还一直听双方怒言相向 爱丽心理上终究受不了 差不多快到极限了 她变得没自信 心想 到底有谁愿意听这种人说话 不去接近他人的心 只会高姿态 说一些大道理的人 怎么可能打动人心 这个事实像是冰冷的毒素 逐渐渗透 并折磨着爱丽喳喳作响的心 爱丽轻声用俄语说 救我 谁来 救救我 虽然过于微弱 又不忍足毒 却是爱丽竭尽所能 痛彻发出的SOS 这时 拉门开启的声音 突然响遍室内 里面所有人的视线 同时集中过去 站在那里的是一名 相貌平凡的男学生 看起来是一年纪 不过 这名少年 傲视室内的瞬间 在场所有人 倒抽了一口气 少年只以视线 让他们沉默下来 然后他大方踏入室内 忽然露出笑嘻嘻的表情 这么说 各位好 学生会派我过来支援 我是学生会的总务 九师郑静 郑静刚刚在门外 偷偷观察 爱丽孤军奋战的样子 听着爱丽独自拼命 用尽话语劝说的声音 愣静做出这个判断 双方阵营完全在气头上 这时候应该重新来过 最后冷静下来再协调 聪明的爱丽 应该明白 这才是最好的做法 但更可能是过于心急 掌握不到收手的时机 太可怜了 身为局外人的郑静 不应该贸然插嘴 而且插嘴的话 会伤害爱丽的尊严 于是轻声送上一句声援 加油吧 爱丽 就想离开现场 郑静转过身去的同时 背后传来小小的求救声 踏出了脚顿时静止 救啊 柔弱痛彻的声音 至今从来没听过的声音 他求救的声音 将胸口累得 无法呼吸的这个声音 使得郑静骚了骚脑袋 哎呀 可恶啊 为什么说出这种话呀 应该更早离开这里才对 这么一来就不会听到 他的这种声音了 明明帅直向会长 或姐姐求救就好了 就是因为做不到 才会总是孤单一人 谁来救救我啊 所以实在无法置之不理啊 郑静用俄语轻声说 嗯 我知道了 胡乱将头发往后拨 再度转过身去 双方很多人都认识 国中部学生会时代的郑静 艾莉已充满惊讶与困惑 却也带着些许依赖的声音 叫着郑静 郑静擒拍他的背 像是要将他保护在身后般地走向前 郑静询问了主要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是不知为何至今 一直保持沉默的棒球社社长 郑静觉得 考虑到移动的人数 棒球社去河岸练习 相对的 人数比较多的足球社要派人支援 足球社感到为难 棒球社产生反感 然后掀起一阵抗议的声浪 这时 担任足球社经理的一名女学生说 让他们经理群去支援 平息了这波不满 拥有交联的容貌 全心全力辅助选手群的她 是广受男生喜欢的足球社首席经理 棒球社这边出现 既然她愿意来支援的气氛 却轮到足球社出现不情不愿的声浪 棒球社社长询问意见之后 同意了 足球社社长即使稍微板起脸 也还是点头答应了 双方阵营的协调会 以意外的形式顺利落幕 然后 郑靖与爱丽走在社办大楼的走廊 前往主校社 两人之间没有对话 视线也没有交汇 就这么静静前进 郑靖先忍不住说了句抱歉 爱丽随即朝她露出疑惑表情 她说是不是害得爱丽没面子了 爱丽冷淡说 还好 再度面向前方 但她立刻看着前方发问 为什么提出那种做法 按照常理来想 棒球社不可能接受那种提案 就爱丽看来 就像郑靖早就知道 那位学姐会出面表态 愿意支援 呃 你居然知道啊 我就是知道 真的是观察入味 郑靖在佩服的同时 以若无其事的语气揭开谜底 那位经理学姐其实正在和棒球社的社长交往 出乎意料的情报 适得爱丽睁大双眼看向郑靖 她继续解释 棒球社社长因为女友在对方那边 所以不敢说重话 女友也知道自己这边是无理取闹 觉得挺尴尬的 所以我知道 只要在那时候提出那个方案 她一定会附和 真的是三拳其枚 一无所知的棒球社普通社员 可能有点吃亏就是了 郑靖补充这句话之后笑了 爱丽也对这样的郑靖微微一笑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郑靖看见通往主校社的走廊镜头 站着一名男学生 脸上的笑容加入些许酷笑 站在那里的是童也 对于郑靖和爱丽走在一起 她看起来不抱任何疑问 像是露出看透一切的笑容 爱丽说协调好了 多亏九世同学的协助 她平淡述说事实 童也未劳之后也没多说什么 对于这样的童也 郑靖赏了一个白眼 作为小小的抵抗 她说一切都按照会长的计划进行 童也反驳没那回事 郑靖说就是这个时间点 某种程度来说是预谋犯案了 童也率直举起双手 问郑靖 所以怎么样呢 做出决定了吗 她果然早就看透了一切 这次轮到郑靖率直举白旗投降 于是郑靖对会长说 嗯 总之 在下九世郑靖 便请加入成为学生会的议员 好 请多指教 童也咧嘴笑出阳刚笑容 郑靖则露出像是认输的苦笑 挂着对比笑容的两人 用力握手 爱丽站在不远处 以五味杂陈的表情 看着这幅光景 被会长摆了一刀的郑靖 和工作结束了的爱丽 一起在夜幕之下走向正门 郑靖一边嘀咕一边前进 爱丽稍微低着头 默默跟在她身后 到校门口的时候 她停下脚步叫住郑靖 但是之后不发抑郁 蓝色的双眼引出复杂情感 目不转睛注视郑靖的脸 郑靖也以平静的眼神 看向爱丽 爱丽像是下定决心般的发问 加入学生会 是为了和有希 一起参选会长吗 听到爱丽这么问 郑靖也回问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 你会怎么做 放弃竞选会长吗 听到郑靖仿佛是挑衅的提问 爱丽像是抛弃依赖心态般的 瞬间闭眼 在眼中隐藏强烈的光辉回答道 我一定会选上学生会长 即使对手是你 我也绝对不会放弃 这双坚定的眼睛 使得郑靖轻轻放松表情 就是想看见这道光辉 就是想守护这道光辉 他向往这道令人担忧 却高尚的灵魂光辉 为了避免这道光辉变得黯然 而悄悄协助至今 以往都是暗中这么做的 郑靖闭上眼睛点点头 爱丽将嘴唇紧闭成一条线 眼神稍微朝下 接着郑靖用力睁开双眼 过断对他这么说 那么我来帮你选上学生会长 爱丽错愕抬起视线 郑靖笔直注视他晃动的双眸 朝他伸出手 各种话语在爱丽内心浮现之后消失 冒出的好几个疑问 却在郑靖不容分说的 视线前方融化消失 爱丽忽然察觉 其实郑靖早就看透了 看透爱丽倔强的 无药可救的个性 至今总是孤单一人 把其他人都视为竞争对手 总是瞧不起人 爱丽觉得这样的自己 不可能有人愿意相挺 但是郑靖出现了 涌上心头的这份情感究竟是什么 爱丽不知道 感动 希望 喜悦 是哪一个 好像是全部 爱丽不知为何好想哭 但又不想让眼前的少年 看见自己哭泣的模样 于是他握住了对方伸出的双手 郑靖像是回应他的意志 微笑点了点头 始终扮演对等的搭档 不仅以表现的这份温柔 使得爱丽嘴角自然上扬 露出像是花朵绽放般的美丽笑容 发自内心的声音 从微微开启的双唇滑落 谢谢 然后轻声说了一句俄语 喜欢 郑靖内心开始小鹿乱撞了 就像看了某个模型循环的 和鹿有关的动画OP一样 同时 那段怀念的昔日回忆 那孩子的笑容在脑海充现 这是那个孩子不在之后 以为再也不会感受到的恋爱激动 他的视线离不开面前的少女 想我的手好热 或者应该说痛 挥身一看 爱丽的笑容不知何时 变得皮笑肉不笑 手劲强得像是虎牵紧扣 郑靖哀嚎弯下腰 双眼向上 偷一疑问与抗议的视线 爱丽以绝对零度的视线 迎接她的视线 静静询问 你现在 在想别的女人 郑靖反射性地如实回答 然后觉得 糟了 然而为时已晚 同时 她自觉地说出 插进透顶的话语 而喷出冷汗 郑靖在现实世界的恋爱经验之 从小学之后 就完全没增加 迟迟想不到 该如何打破这个僵局 在她不知所措的这时候 挂着冰冷笑容的 爱丽先开口了 面对她犀利冰冷的目光 郑靖露出的 不是害臊的笑容 是僵硬的笑容 她说她内心 在想着有希同学 说出有希的瞬间 右手再度 被护前般的手镜紧扣 接着 爱丽又说 如果希望原谅 就默默接受我的手吧 看见爱丽又缓缓举起左手 郑靖察觉她的意图 闭上眼睛 紧接着 又脸颊传来强烈的冲击 不是比悦 郑靖真的整个人被打飞了 漂亮的一巴掌 即使凄惨倒在地面 郑靖依然朝爱丽竖起大拇指 爱丽对她露出傻笑表情 然后两人并肩踏上归途 没有相互依偎 也没有冷漠远离 是彼此伸手就能自然相细的距离 郑靖说 她是第一次被女生上巴掌 身为男人的经验值又增加了 爱丽对她的大脑状态表示怀疑 但可以和往常一样伴随 两人对此都暗自松了口气 行走时的彼此距离比往常更近 抵达爱丽居住的公寓门前 她露出有点关心的表情 她像是察觉什么般的抬起头 伸出实质 抚摸郑靖的右脸颊 看到郑靖有点脸红心跳 爱丽靖靖露出笑容 下一瞬间 爱丽的手搭在郑靖的双肩 她的笑脸轻吟接近过来 郑靖僵住 某种柔软触感按在她的右脸颊 耳机响起咎的声音 郑靖惊恶瞪大双眼 爱丽迅速离开 以愚弄的眼神看她 爱丽说不是真的亲下去 只是用嘴巴发出声音 但郑靖已经搞不清是哪种了 总感觉有触感 郑靖抚摸依然隐隐作痛的温热脸颊 拼命回想刚才的触感 再怎么挖掘记忆都找不到正确答案 郑靖可怜兮兮地说 爱丽 拜托用俄语和我对答案啦 回到家 爱丽脱掉外套 也不在乎衬衫压出皱横 就这么穿着制服在床上翻来覆去 平常的她不会这么粗织大叶 不过 这就代表现在的她顾不得这么多 对于刚才脱口而出的喜欢 爱丽一直在自问自大 随即满脸通红扑向枕头 就这么将脸压在枕头上 像是反射动作般的喊出否定的话语 她说自己不可能有这种事 绝对不会喜欢上那种没干净的人 只是因为正经模样很好笑 才会随口说出那种话 对于脑中的疑问 戴力强行捏烂 硬是让自己接受 然后猛然起身走向衣柜 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要成为学生会长 为了爱情而神魂颠倒 属于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是不被允许的行为 这么做只会背叛了表态 愿意扶持她这个梦想的正经 但假设自己扔下选举活动 向她表白 她会怎么想 也许是自己一厢情愿会被拒绝 爱丽被自己的想法的光景重创 身体摇晃亮枪 她蹒跚走回床边 无力倒在棉被上 然后突然大口喘气 说自己本来也没有喜欢过她 经典否定了自己的否定 爱丽想到这里再度莫名火大 粗鲁地关上衣柜 同时听到玄关响起关门声 是姐姐玛莎回来了 她一如往常露出软绵绵的笑容 一空着的手将爱丽摟过来 亲吻两侧脸颊 不过她的动作有点草率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爱丽虽然问出口 却没能好好说明而语色 对于这样的爱丽 玛莎依然以隐约不同于 以往的视线注视 但她忽然露出开朗的笑容 从手上的塑料袋里 取出一只猫咪布偶 猛然递到爱丽眼前 当当是爱丽喵 爱丽退后一步审视这只布偶 玛莎愉快露出笑开怀的表情 将布偶抱在怀里 前往她如梦幻国度般的卧室 爱丽以傻眼表情目送背影时 玛莎忽然停下脚步 转头向她开口 对了 爱丽 关于九世学弟 忽然提到直到刚才 都在脑中的人物名字 爱丽顿时提高警觉 不知道是否看出爱丽的戒心 玛莎以开朗的声音说下去 没事 我觉得她是个好孩子 也可以理解你会喜欢上她 爱丽像是要隐藏内心的慌张 硬是发出傻眼的声音 紧接着 玛莎隔着肩头看过来的视线 令她倒抽一口气 双眼隐藏着吓人的严肃感 不过这双眼神 立刻被一如往常的 笑眯眯表情掩饰 嘻嘻 真是青春 玛莎擅自理解 又自意说完感想之后 进入卧室 另一边独自回家的郑静 口中自言自语 吐露出来的情绪 是强烈的后悔与自我厌恶 难得向爱丽展现男子气概 现在却受到反作用力而严重消沉 自己对爱丽说过的话语 在脑海回荡 害羞与后悔令她好想死啊 而且 爱丽当时完全是在说喜欢吧 加上道别时触碰脸颊的柔软触感 郑静觉得极度进不下心 那该不会是她的真心吧 差点浮现的这个推测 郑静立刻自行否定 爱丽展现的好感也确实令郑静心跳加速 但自从那个女生不在之后 郑静不曾喜欢上任何人 虽然一样会响入非非 却不曾以异性的角度觉得喜欢 或是心跳加速 加上郑静原本就讨厌自己 极度的自卑 让郑静不相信恋爱这种情感 像这样心情郁闷的时候 就看个动画宣泄一下吧 如此心想的郑静朝家门加快脚步 就这样满心想淘尽二次元的郑静打开家门 发现不可能存在的一双鞋子而僵住 郑静不禁脱口抱怨 接着改变想法 今天的事件是为了让郑静加入学生会而设计的 又夕当然有参与这项计划 甚至可能是主导者 郑静一边叹气 一边拉开盥洗室的门 此时和正在拿郁静擦头发的全罗有夕四目相对 又夕一脸错愕整大双眼 迅速以郁静折住正面身体 然后大喊 哥哥是色狼 郑静给了一个白眼冷静说道 你这家伙是抓准时间出来的吧 有夕立刻收起尖叫 咧嘴一笑 看见妹妹毫不愧疚的模样 震惊傻眼 接着有夕说 刚才察觉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然后哼的冷冷一笑 右手遮住单边眼睛 仿佛是得知事件真相的名侦探 非常装模作样的举动 从掀开的浴巾看得见各种敏感部位 所以这一幕挺诡异的 不过有夕不在意这种事 将遮住半边的眼睛赫然睁大并且大喊 没错 我察觉到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么久了 撞见更衣场面的事件 却还没经历过 郑静吐槽 那是二次元的状况 你这个阿宅脑 游戏回应彼此彼此 短短数小时前 郑静才对美女学姐冒出 啊 这是间接接吻事件的想法 游戏这句话 简直是对她的伤口撒辣椒 郑静不禁用力抓住胸口 发出呜的声音 游戏无视于她 朝着另一个方向摆出撩人的姿势 接下来是扬眼画面 游戏面对只拍裸体的镜头摆出的姿势 郑静吐槽 应该是只有阿宅脑看得见的镜头吧 所以自己看得见 看得一清二楚 这对兄妹客观来说相当糙高 接着游戏冷静地说道 关于今天被摆了一刀的事 想借此尽量表达歉意 不准用全裸道歉 这样反而无感 若隐若现才是正义 郑静严肃起来 接着缓缓离开更衣室 游戏大喊 郑静是欧派新人 还让他叫自己处女bitch 郑静叹口气将书包扔在地上 将上半身制服脱到盛夏汉山 然后脱长裤 这一瞬间 头发还没吹干 而且只穿着内裤与上衣的游戏 照例踹开房门入侵 郑静吓一跳 游戏以视线打亮这样的郑静 露出下流的笑容 接着向郑静的下半身 露出不敢领教的表情 对郑静说 看见哥哥的裸体会兴奋哦 想到那位强壮的会长 让这具身体遭遇何种下场 接着露出妇女的神情 旧世家有一间有希的房间 只不过除了床就只有阿宅物品 完全是嗜好转用房 完全没有那方面的书籍 对于疑惑的郑静 有希一副想当然般的点点头 说他放在爸爸的书房里了 有希哈哈大笑走出房间 拿着吹风机与梳子回来 他一边仔细吹干长长的头发 一边以不输给吹风机的音量 对郑静说话 他问郑静和会长玛莎学姐谈过之后 决定要加入学生会了吗 郑静因为尴尬而降低音量 有希管掉吹风机抬起头 郑静正面看着仰望这里的妹妹脸蛋 下定决心开口 我决定协助艾莉当选学生会长 听到郑静的告白 有希睁大双眼僵住了 不过这也在所难免 协助艾莉成为学生会长 等于和同样想成为学生会长的有希敌对 客观来说 难免被说成背叛行为 郑静做好行李准备 有希却突然当着她的面扑到床上 将脸埋进枕头大喊 哥哥被艾莉睡走了啦 然后迅速抬起头 梦然以双手抓住自己胸部往上抬 大喊 可恶这个欧派新人 是自己没办法满足吗 居然这么轻易被艾莉骗走 郑静不知道怎么吐槽了 有希继续说 还是说怎样 还要加上李奶的吗 你这闷骚色狼 想把两个人摆在一起开后宫吗 郑静反驳 你这混蛋 小心我真的摸下去哦 好啊 放马过来吧 请对我温柔一点哦 听到郑静强烈吐槽 跪在床上做事接受挑战的有希 突然以双手抱住自己扭动身体 他说自己在小学时期 就已经被郑静摸过了 郑静赶紧否认 但是有希描述的很详细 玩抓鬼游戏的时候 撞个正着 郑静的脸扑进有希的大腿中间 手紧紧捏住我的右边胸部 郑静说 他不记得发生过这么神奇的事件 不准伪造这么重口味的幸运色狼事件 有希大喊让哥哥宠自己一下 然后一鼻子喷气地朝郑静递出吹风机与梳子 郑静正确理解了他的意图 启动吹风机 仔细梳理有希长长的黑发 将吹风机切换为冷风的时候 有希忽然开口 原来哥哥决定和爱丽一起参选了 郑静只能道歉 有希认为雄美对爵士王道 很热血 郑静打预防针说 并不是因为讨厌有希 有希忍不住哥哥笑 像是难为情般地晃动身体 接着在笑完之后轻轻甩头 迅速起身 说着今后就是竞争对手了 但是玩逆爱丽的话 随时可以一亲别恋来找他 有希开合手掌道别之后 离开房间 然后在关门的时候 一哥哥听不到的音量低语 这样啊 哥哥找到可以激发干劲的对象了 眼睛充满温柔的慈爱 声音蕴含无限的爱情 后一个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 啊 我就不行吗 自嘲般低语的有希 打开自己房间的门 在关门的同时 被靠门板维持这个姿势 最后猛然抬头 此时他的脸上 已经完全没留下慈爱或自嘲 至于含着严肃到吓人的神情 充满令人倒抽一口气的气魄 说来惊人 和拿出真本事时的郑静一模一样 隔天早上 被闹钟铃声叫醒的郑静忽然察觉 以往肯定会来叫他起床的吵闹妹妹没出现 回想起来 有希的样子从昨晚就不太对劲 他竟然没有准时看深夜动画 反而早早上床睡觉了 内心或许还是受伤了 等了一会儿 有希也没有现身的征兆 难道是和哥哥见面会尴尬 还是久久没有入睡呢 闹钟浮现有希在床上哭红双眼的模样 即使觉得那个妹妹不是那种个性 胸口依然窜过一阵刺痛 看来必须想办法弥补他一下 如此心想的郑静下床了 在这一瞬间 脚踝突然被抓住 郑静像是翻筋斗般的往前扑 他惊慌在房里往前冲 手撑在墙边之后 随即看见有希在床下伸出一只手 脸上挂着笑嘻嘻的表情 这时的妹妹完全胜利 郑静一想到刚才的想法 整张脸不禁因为愤怒和羞耻而通红 呜哈哈哈哈 啊哈哈 此时有希的笑声突然降低音量 从床底伸出的手脱离落地 拉我一把 卡住了 气氛尴尬了一秒 但也仅就一秒 郑静仰起嘴角 抓起床上的毛毯 朝着有希的脸蛋按下去 啊是男生的臭味 我要怀孕了 这里没有丝毫的尴尬或心结 兄妹俩的攻防 一直持续到接送有希的车辆抵达 到了学校 艾莉一如往常打开课本 忙着预习课程内容 不过她明显心不在焉 视线在往一个地方偷偷瞄 教室的门每次打开 她的视线就马上朝向该处 换句话说 就是这么回事 艾莉心神不宁地 玩弄着肩头上的头发 劝告自己要冷静 这时又响起教室开门的声音 啊 郑静 早安 听到这句话 她一瞬间就慌乱不已 身体明显弹了一下 却若无其事地翻着课本 后来郑静主动打招呼 艾莉像是这时候 才终于察觉般地抬头 她故作郑静 装出平静表情 挂着一种像是纯真无瑕的笑容 大招呼也被她含糊带过之后 又开始一边假装玉玺 一边以余光投看郑静的模样 艾莉总觉得她好像无精打采 明明一如往常平凡无奇 散发的气息却有点缥缈 艾莉实在很在意 甚至也觉得有点帅 昨晚那副光景忽然在脑中重播 艾莉连忙消除 上课之后 郑静别说睡觉 甚至连喝钱都没打 看到这样的郑静 反倒是艾莉完全乱了步调 难道昨晚的事情是认真的 艾莉脸颊顿时火热 满脑子都是那种 她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想法 一直持续到第四节体育课 艾莉运动细胞超群 个子又高 在排球赛可说是一支独秀 只是行死不在运动上 艾莉很担心郑静 但是体育课是男女分开上 讲道理应该不知道 谁是谁谁在哪 然而只有郑静 艾莉不知为何可以清楚辨别 感觉原因呼之欲出 根本没什么好猜的 不过艾莉本人没有这份自觉 就在这个时候 同队队友的发球 直接命中郑静的后脑梢 郑静两枪倒下 艾莉的注意力全在郑静那边 但这时球已经到了自己面前 艾莉半下意识地钻到球的落点 将落下的球轻轻往上拨 描绘小小弧线的球 轻盈飞跃对方的拦截 落在对方阵地 轻松获胜 但是艾莉注意的是 郑静的身影消失了 似乎是离开了体育馆 在下一场即将开始时 艾莉犹豫片刻 然后悄悄流出体育馆 郑静坐在体育馆外面的阶梯 覆摸后脑梢抱怨 球果然不是朋友 虽然郑静运动能力还可以 但是球类完全不行 郑静无力低下头 深深吐了一口气 同时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可怜声音 你大早和有息的那段互动 将气力与体力抽干了 上课时之所以没睡觉 是因为昨晚睡得早 上课的东西也是有息的随从准备的 所以一切都是艾莉想太多 但这时艾莉突然出现在她身边 问她还好吗 郑静连忙端正坐姿 表示没事 艾莉忽然把脸凑向她伸出手 郑静反射性地向后缩 下一瞬间 艾莉拨起她的刘海 冰冷的手掌按在她的额头 数秒后艾莉说 这样测不太出来 她耸耸间曲膝抱着双腿而坐 对于艾莉的这份关怀 郑静在想 是一招杯吗 目不转睛看着艾莉 被白袭长腿压倒变形的史莱姆 这对于青春期男生来说 太刺激了 艾莉不知道郑静会在旁边响入飞飞 顿时 她在郑静眼前露出毫无防备的锦子 从运动拂袖口可窥见雪白的夜下 郑静快受不了了 艾莉恐怕不知道夜下走光这种概念 正因为如此 所以破坏力非比寻常 郑静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随着艾莉重绑头发的动作 夜下与胸部的界限若赢若现 她心中默默对有戏说 自己说的若赢若现就是这样啊 对于有点奇怪的郑静 艾莉露出有点疑惑的表情 却没特别追究 忽然一脸像是想到某件事般地站起来 总之最好先喝个水 虽然郑静并不渴 但她心理内疚 只能乖乖跟上 来到洗手台 将水龙头转成朝上打开 郑静探头喝着水 喝完后一边以手臂擦拭嘴角 一边不经意看向旁边 Oh my god 郑静内心感叹 一样在喝水的艾莉模样 令她不禁说不出话 蓝色的双眸看向下方 眼眶上缘的睫毛好长 以指尖轻轻将银发挂在耳后的动作 好迷人 还有微微冒汗的雪白肌肤 以及随着弯腰晃动的胸部 将郑静内心的男生部分刺激到极限 郑静基于空腹与炎热以外的原因 差点昏厥 郑静赶紧将水龙头开到最大冲向自己 艾莉吓了一跳 此时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郑静惊讶地看向该处 站在那里的是身穿运动服的马莎 看来正在操场上体育课 郑静一直看着目不转睛 因为这位姐姐真的很姐姐 她心想 运动服真是好东西啊 看到郑静全身湿透 马莎担心她的衣服干不了 然后她直接用自己的毛巾放在郑静头上用力擦拭 超乎预料的这个演变 使得郑静完全混乱 但她的本能依然忠于自我 从狂舞的毛巾缝隙 看得见马莎雄伟的特征 郑静的视线就这么盯着不放 马莎最后将毛巾卷成圆形 轻拍擦拭郑静的脸 然后满意点头 郑静说她好像体会到狗的感觉了 不是秋田拳 而是只没叫羊的烂狗 但是马莎还在说 觉得那样的狗也挺可爱 这让郑静的罪恶感越来越重 居然对这位圣母般的学姐 投一不安好心的视线 郑静深感抱歉 此时某人从后面拉着郑静的手臂 同时发出有点严厉的声音 好了我们回去吧 马莎 你是不是也该回去上课比较好 爱莉拉着郑静 郑静也只好匆匆说了一句 切切学姐的毛巾 就这么被爱莉拉着手臂走回体育馆 实际上她自觉刚才一直色眯眯看着马莎 所以做好被爱莉说的准备了 爱莉走到体育馆附近的时候 停下脚步 转身面向郑静 她问郑静 被球打中的地方没事了吧 爱莉即使挂着有点严厉的视线 依然这样关心 郑静在各方面感到过意不去 她无法指示爱莉真挚的视线 视线犹疑 嘴上重复着没事 爱莉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居然试着实际触摸确认 郑静内心想 怎么对自己这么好 是娇羞奇吗 加上昨天发生的故事 她决定放手一波 问爱莉 为什么今天对自己这么好 她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结果爱莉出乎意料回答 因为从早上就无精打采 有点担心你而已了 爱莉担心般地垂下眉角 郑静按着额头 朝她装出 哀愁到不必要的表情 一向是要进行重大告白的音调说 我肚子饿 随后肚子配合 发出咕噜噜的响亮声音 爱莉表情抽搐 柳眉倒数 愤怒与羞耻染红脸颊 她以为是发生什么了 结果是饿了 没有因为昨天的事而睡不着 更没有为了她而多努力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爱莉冒出亲近 全身微微发抖 镇静轻轻露出笑容说 上帝的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她打 爱莉立刻高举右手 爱莉毫不留情 朝着凑过来的左脸伤耳光 然后转身回去上课 她想着昨天果然只是一时夜乱情迷 而镇静暗自松了口气 太好了 是一如往常的爱莉 放学后 镇静客客气气地如此询问爱莉 要不要去学生会试 爱莉给她一个白眼之后点点头 看见学生会试时 刚好有几个男生从室内走出来 他们以隐约发抖的声音道歉 一起朝着室内鞠躬 仔细一看是昨天吵得不可开交的棒球社 以及足球社干部们 察觉这一点的爱莉停下脚步 他们来到两人面前之后 突然一起向爱莉鞠躬 镇静询问 认识的棒球社社长怎么回事 她缓缓开口 嘴上说的都是抱歉的话 包括足球社社长也是 爱莉被这股气魄吓得稍微向后扬 战战兢兢点了点头 紧接着他们又迅速离开 镇静错愕目送他们背影之后 爱莉再度变得不太高兴 但她轻声这么说 谢谢你保护我 镇静耸肩随口说着没事 爱莉的气息稍微变得柔和 轻声用俄语说 刚才好帅 就在这时中了冷剑 因为是松懈的瞬间 所以威力加倍 镇静嘴角流血 快步走向学生会室 以免自己的表情被她看见 学生会室里 现在有一名 释放猛烈杀气的台妹 那凶狠看向镇静的双眼 肩膀不知为何扛着逐剑 镇静发自本能说 对不起我走错了 然后镇静轻轻关上门 台妹随后道歉说 还以为刚刚的人又回来了 说完露出难为情笑容的人 她正是学生会副会长 根科毛孝 副会长补充道 自己可爱的学妹前去仲裁 那些家伙却好像不听劝 所以警告他们一下 但这明明是单方面修理 听到镇静的干笑 毛孝似乎察觉到 自己的玩笑冷场了 镇静也实在是笑不出来 根科毛孝 高中部两大美女之一 但部分男生唯恐逼之不及 通称为学员的真母 听说原本称之为女熟灵 但是去年学员的圣母 马莎入学之后就换成真母 部分女生称她姐姐大人 部分男生称她大街头 听说她曾经强硬解决班上的霸凌问题 独立镇压闯入校庆的不良集团十几人 最知名的应用事迹 是曾经救出放学时 差点被绑架的真理学员女学生 这是真事 哦 童爷 但这样的她 现在正发出可怜的声音 向男友求救 而作为会长的童爷 稍微露出苦笑开口打圆场 说只是开玩笑的 用暴力背景威胁了一下而已 听到这话 副会长频频拍打童爷肩膀 两人会心一笑 然后肩膀就脱臼了 而且从声音判断伤到骨头了 此时 马莎进来了 看到两人嬉戏 微笑着说要适可而止 但郑静已经在打救护车了 不过这句话似乎对毛孝奏笑 回神般看着柔尖的童爷垂下眉角 而会长即使痛到脸颊有点抽搐 也依然笑着转动肩膀失忆 莫愈强烈的男子乞丐 使得郑静差点迷恋上他 郑静吐槽 到底谁是战斗民族啊 而艾力拉开她的手肘部位 转头一看 嘴角微微抽动的艾力 给她一个白眼并且摇了摇头 郑静问毛孝 大姐头胸部果然是裹着白布条吗 艾力忍不住稍微笑出来 随即害羞脸红拍打郑静的手臂 哎呀 感情真好诶 郑静跑个笨拙的媚言 艾力断然否定 此时 学生会是响起敲门声 这次是有席入内 哦哦 看来到齐了 几人围着桌子坐下 开始进行学生会会议 郑静在童爷的催促之下起身 做了新人的自我介绍 然后看向临座的艾力发表宣言 明年 郁静和这位九条同学 一起参选政府会长 学长姐们各自露出笑容 抱以温暖的掌声 至于友希虽然一起鼓掌 却挂着猜不透情感的优雅笑容 艾力则是注视着这样的友希 郑静觉得 这一桌子上的人真是不一般 原因在于女性阵容的姿色平均值 在争令学员的漫长历史之中 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水准吧 而且个人的类型都完全不同 郑静被安排在了 马莎的旁边工作 她和会长愉快地商量了工作范围 同也愉快一笑 此时 友希向会长开口 想要和美术社讨论一下相关事宜 而且希望艾力同学也一起去 突然被Q 艾力眨了眨眼 不过 大概是从友希的表情察觉端倪 她立刻以郑静表情点点头 然后 两人一起离开学生会试 目送两人背影的郑静 内心略过一丝不安 不过立刻被一个像是毫无不安的软眠声音 吹到九霄云外 好 那么 酒师学弟来我这里对吧 坐过来吧 马莎亲拍刚才艾力所坐的座位 露出充满疗愈光辉的笑容 听到不禁令人放松力气的这份呼唤 正经微微露出苦笑 站起来 艾力跟在友希身后 在放学后的走廊上行走 友希以 希望一起列席会议的名目 带艾力出来 但艾力没有迟钝到尽兴这种说法 友希带她出来是基于别的理由 艾力也隐约猜到这个理由 不过从友希的背影 感觉不到她打算主动提这件事 艾力短暂闭上双眼 下定决心 然后向走在前方的友希搭话 想和她说两句 或许该说果不其然 转过身来的友希脸上没有惊讶神色 她露出平静的笑容 点头回应艾力的要求 没特别发问就面向侧边 以视线朝着一旁的空教室示意 两人在夕阳摄入着教室面对面 先开口的果然是艾力 艾力以挑战般的表情明确告知 她和郑静一起参选的事情 对此 友希挂着同样的笑容点头 说她已经知道了 友希的话语引得艾力眉头一颤 但她还是简短回应 至此不再开口 友希微微歪头 问她 还有别的事吗 艾力这段话就某种角度听起来 像是在挑衅 不过友希却像是觉得有趣般地发出了笑声 有点调皮地笑着说 不过我很遗憾她没选我就是了 略显达观的这张笑容 使得艾力回神时就问出了这个问题 友希同学 你对九世同学 才说出口 她就立刻反省 自己问得过于深入而收回前言 然而 友希以诚挚表情 毫不犹豫地这么回应 我爱她 胜过世界上任何人 艾力大吃一惊 友希光明正大地说出对正进的爱 过于真挚的爱情表白 使得艾力不禁退后一步 友希立刻像是趁虚而入版的反问 艾力同学 你呢 艾力反射性地要回答 只是普通朋友 友希真挚的双眼 却令她移开视线 听过友希无比率直又诚实地表白 艾力内心产生犹豫 不知道是否能给她这种无关紧要的答复 只是普通朋友 结果 艾力移开视线修红脸颊 勉强挤出这句话 她随即感觉背部迅速发烫 扭扭捏捏摇晃身体 然而光是套住这句话 友希并不会满足 你喜欢她吗 郑重直球的追击 使得艾力发出怪声面向前方 友希笔直注视她的脸 大步拉近距离 艾力不由地退后 但是友希却不以为意地继续靠近 回过神来 艾力已经背靠教室的门 完全被逼得走投无路 娇小的友希和高挑的艾力 身高差了20公分 在这个距离下 完全成为友希仰望艾力的状态 不过和这个构图相反 实际上被气势震慑的是艾力 友希毫不留情地逼问 让不习惯恋爱话题的艾力 大脑出现过热症状 结果艾力就这么没能整理思绪 在自己对抗友希的 不服输心态驱使之下开口 喜不喜欢 我不太清楚 但是 我 我不会把酒市同学交给你 艾力像是不禁脱口而出版的放话 友希缓缓眨眼之后 和她拉开距离 友希轻声发笑 然后露出一如往常的文雅笑容 催促着艾力去美术社 友希态度奇幻得这么快 艾力有点不知所措 但还是和她一起离开教室 走向美术社的途中 艾力脑海浮现刚才的对话 她不知道刚刚的自己说了些什么 没能将资讯处理完毕的艾力 头昏烟化 旁观这一幕的友希 若无其事地转头不看她 露出相当坏心眼的笑容 哥哥还蛮厉害的嘛 有希的脚步很轻盈 愉快地像是要跳棋舞 另一方面 跟着玛莎忙于学生会业务的郑进 面对出乎预料的事态而暗自惊恶 她发现玛莎能干得不得了 郑进以相当失礼的方式感到惊讶 但是实际上 玛莎工作时的表现远远超过郑进的预料 迷迷洋溢的气息一样柔和 处理工作的速度却吓得惊人 郑进一直以为 玛莎不是基于实物层面 而是靠着人望被学生会严懒 所以玛莎超乎预料的干练表现 令她大吃一惊 反观另一名学姐 明明刚说过的话都记不起来 看来毛孝不擅长文书工作 应该说就郑进看来 感觉她不擅长整理东西 总之 她单纯就是坐不住 文书工作才做了短短20分钟左右 她早早就开始坐立不安 毛孝用一副腻了的神情转头 郑进即使假装没看见 也不禁露出同情的眼神 乍看工作能力不强 感觉只提供疗愈功能的棉花糖女生 以及乍看工作效率满分 像是干练女强人的帅气女生 两人的工作表现和外表 给人的印象完全相反 此时看不下去了童爷向毛孝搭话 让他去处理图书馆的事情 童爷刚说完 毛孝就露出如鱼得水的戏约表情 转眼之间重出学生会试 文书工作似乎令她相当痛苦 看样子她大概好一阵子不会回来了吧 童爷露出苦笑帮毛孝说话 说她看上去确实没有副会长的样子 郑静也苦笑回忆 实际上她的确是非常可靠的帅气学姐吧 从她曾经为了爱丽生气 也可以清晰得知这一点 不过 看见她那么孩子气的一面 总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马莎露出感觉很欢乐的笑容 熟练地将毛孝扔下不管的文件 拿到手边 若无其事继续工作 这个人超能干的 郑静对这样的马莎刮目相看 后来继续工作约40分钟 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暂时进入休息时间 顺带一提 毛孝在这段期间果然没回来 内莎打算先去泡茶 郑静想去帮忙 但又觉得碍事也不太好 然后看她将茶壶与茶杯预热 但却手法相当正统 不是外行人能插手的气氛 郑静问 红茶在俄罗斯不是冬季的饮料吗 马莎正在将热水注入 装了茶叶的杯子里 文言微微歪头思考 随后她回答 自己家夏天也会喝 马莎就这么背对着她 以不经意的语气发问 就是学弟对俄罗斯很熟吗 郑静嘴上说就看过几部电影 实际上不只是几部而已 当年她陪伴热爱俄罗斯的爷爷 就这么看了至少20部电影 结果成为提升俄语听力的一大助力 多亏这样 在身上高中的现在 郑静也完全听得懂某人遮羞的俄语 世上什么事情是福是祸 真的没人说得准 郑静如此思考的时候 马莎静静将红茶 与一小碟果酱摆在她面前 郑静面对果酱碟思索片刻 总之先直接喝一口红茶 嗯 好喝 和平常喝的红茶包相比 从香味开始就截然不同 从口腔攥上鼻腔的浓烈茶香 深邃的韵味 而且 也是唤醒某段怀念记忆的香味 此时 马莎以茶食将果酱送进嘴里 然后饮用红茶 原来果酱不是直接加进红茶 郑静如此幸福之后 总之也学着马莎试吃一口果酱 超乎预料的甜度使得嘴巴扭曲 郑静连忙喝了一口红茶 果酱的甜度随即适度中和 成为不太一样的滋味 既然红茶原本就这么好喝 感觉专心想用红茶比较好 不过马莎特地帮忙准备了 留下果酱也会于心不忍 话说回来 重新冷静思考会发现 这位学姐非常漂亮 而且身材傲人 个性很好 加上善于交际 不分男女受到许多人的仰慕 不止如此 张贴在走廊的全年级成绩 前30名优等生榜单 好像每次都有她的名字 所以头脑应该也很好吧 虽然不知道运动方面如何 不过以她这种性格 即使运动细胞很差 感觉也反而会成为一种魅力 而且工作能干 泡茶技术也好 这难道是所谓的无懈可击吗 平常和知名的完美超人 艾莉走得很近 加上玛莎平常给人那种感觉 所以郑静完全没像这样注意到她 不过重新思考就发现 她也充分算是完美超人 一旦认知到这一点 郑静就神奇地感觉不太自在 玛莎满脸温柔笑容 缓缓将茶杯送到嘴边的不经意举动 也让郑静觉得强烈散发出 迷人大姐姐的气息 原来如此 这样确实是圣魔 郑静思考这种蠢事 想将注意力引导为阿宅走向 不过察觉视线的玛莎 面带微笑歪过脑袋 强行将郑静的注意力拉回来 玛莎明明只是一 怎么了妈的感觉 投意温柔的微笑 郑静内心却极度不安分 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对于平静的内心感到不平静 一个不小心的话 可能会变得像是在和熟悉的亲人相处 毫无防备展露最真实的自己 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明明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看见玛莎温柔的微笑 戒备或自制之类的心态 差点就轻易瓦解 任凭自己置身在她周围 柔和又舒适的空气之中 此时前去开会的 有心与爱丽回到学生会室 玛莎的表情 顿时变得软绵绵的 到刚刚为止 一直散发着的 充满包容力的 那股温柔大姐姐气息 瞬间消散 就只是一个 超级喜欢妹妹的棉花糖姐姐 过于急剧的松懈模样 使得正经忍不住差点滑倒 玛莎似乎不在意正经的反应 露出软绵绵的笑容 走向存放餐具与红茶的柜子 玛莎愉快地哼着歌准备红茶 正经以微妙眼神 看着她的背影时 坐在旁边的爱丽 整个人连同椅子靠过来 转头一看 爱丽不知为何 坐在特别靠近正经的位置 一向是在问 有什么意见吗的眼神 看向这里 正经率直问道 是不是有点近了 爱丽撇向另一侧说 在俄罗斯 年轻女性坐在边角座位会触眉头 爱丽说完再度咔咔了一栋椅子 坐在和正经手肘几乎相处的位置 然后以牵制般的眼神 看向游戏 这是修罗潮吗 爱丽以一副有所提防般的模样 注视游戏 而游戏则以猜不透情感的 优雅笑容看向爱丽 感觉两人之间 在一瞬间蹦出火花 正经不自在地想要离席 察觉这个举动的爱丽 用力抓住正经放在一面的左手衣袖 身旁的女生在桌子底下 抓住男生的衣袖 像是要求男生不要走 如果只听到这里 应该算是一种很萌的场面吧 不过说到实际处于这种状况的正经心情 这种气氛他根本受不了 心情上就像是劈腿对象的两名女性 不小心巧遇时的花花公子 正经想全力逃离现场 正经忍不住转身向后 朝着正在泡红茶的玛莎答话 想让姐姐救一下自己 玛莎听完之后 挂着喜滋滋的表情转身 以闪亮的眼神注视爱丽 说爱丽居然会在意这种事 难道是想找结婚的对象了 爱丽大喊 怎么可能只是一时新奇 玛莎鼓起脸颊 将脸转回去 爱丽朝她一瞥 低头看向自己抓住正经袖子的手 一真的很小的声音用俄语低语 现在谈结婚还太早 声音真的很小 不过距离这么近的正经 听得一清二楚 是啊 因为才十五岁啊 总觉得她的说法怪怪的 不过按照常理来想 结婚还太早吧 听得懂俄语的姐姐就在身后 即使这种状况 爱丽的攻势也丝毫不减 正经对此感到战力 此时传来玛莎将茶杯 放在托盘上的声音 爱丽迅速放开手 不久之后 玛莎端了爱丽与有席的红茶过来 在爱丽前方摆上小碟子 碟子里成芒果酱 还以为几乎用掉一整瓶 正经迅速一开视线 露出洋装不值的表情 将所剩无几的果酱加入红茶 一茶时咔嚓咔嚓搅拌均匀 一口气喝光 此时有戏忽然开口 问副会长去哪了 正经看向时钟歪过脑袋 同一也放下茶杯 锁起脖子会印 总之 恶累应该会回来吧 正经想吐槽的瞬间 学生会师的门发出 砰的声音打了开来 毛笑边说着闻到好香的味道 边眼神闪亮 冲向室内 正经忍住了吐槽 学生会开会结束 正经与爱丽离开学生会室 不过现在还有点尴尬 正经心想 绝对是有戏那个家伙 从上次假日的样子来看 爱丽似乎基于不太正面的意义 被有戏看上 大概是爱丽个性正经又不服输 被有戏当成捉弄起来很有趣的朋友 应该说是玩具 她轻易就能想象 有戏以淑女般的微笑 隐藏恶魔般的笑容 巧妙一话语玩弄爱丽的光景 见爱丽面有蓝色 默默走在旁边 正经暗自叹口气 然后在看见熟悉的家庭餐厅时 下定决心 邀请她去坐一会儿 爱丽睁大双眼 正经赶紧解释 只是想讨论下明年的事 爱丽点点头 正经松了口气 没被拒绝 原来不是约会啊 这句俄语从背后捅了正经一刀 居然从背后暗算 北比的爱丽同学 到了餐厅 爱丽一口气点了好多 看到正经的眼神 爱丽解释自己有点累 得吃点甜食才行 在等待上餐的时间 正经已客气地语气 问爱丽 和有希发生了什么事 回应只是冷淡的没事 不过看她视线默默移开 很明显发生了某些事 爱丽小声反问道 你和有希同学在交往吗 怎么可能 正经不禁一脸严肃地回答 从正经的角度来看 这是令她想要大喊 这是哪门子的美少女游戏啊 的奇怪问题 正经补充道 他们之间就像是一家人 彼此之间完全没有恋爱情感 而且她是在捉弄爱丽 让爱丽慌张 从中获得乐趣 爱丽露出不太能接受的表情 有所不满般地看向正经 不过饮料与盛代 在这时候上桌 所以正经结束这个话题 紧入正题 正经开门见山 说这样下去 基本上不可能战胜游戏 爱丽眉头一颤 她放下哈密瓜汽水 以犀利视线看向正经 正经分析道 学生会的一年级成员不足 基本上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往年会长与副会长的参选搭档 至少都有三组才对 国中部一年级的第一学期 包括正经与有希 共有六组 也就是12名成员 只是实际打选战的只有三组 也是通过学生议会决定的 也就是通过辩论提前淘汰了 不过即使如此 今年也明显异常 没错 大家都觉得在会长选举 赢不了有希这个对手 有希就是公认会当选下届会章 爱丽隐约怀着复杂心情 注视这样的她 如此正经态度 使得爱丽乱了步调 应该说乱了分寸 原本就没什么朋友 应该说戒心很重的爱丽 就这样单独和异信 进入餐饮店 其实是她第一次的经验 进店前脱口而出的俄语 她也自觉 只有这次是发自内心的话语 虽然主要是被 马莎灌输的少女漫画指审 不过爱丽内心认为 放学后被男生邀请进入家庭餐厅 等于邀她约会 当然担心被别人看见什么的 实际上只有她一个人在意这些事 爱丽的想法 飞到俄国的同时 正经还在分析 现在可以打一场干净的选战了 爱丽还在咬汤匙 正经注意到她 以疑惑眼神注视 爱丽脸颊顿时发烫 平时告诫她的自己 反过来被告诫 趋如与羞耻的情感 从内心涌现 现在看着圣代的时候 一个妙计忽然浮现脑海 爱丽点燃了莫名的对抗形态 嘴角露出无惧一切的笑容 以恶作剧般的表情开口问道 要吃一口吗 爱丽像是不以为一般的这么说道 一汤匙摇起淋着 巧克力酱的鲜奶油 就这么递进正经 正经对此也只能僵住了 这个喂食事件 正如爱丽的计划 正经难掩慌张 她想去拿新汤匙 但被爱丽阻止了 这是什么羞耻游戏 正经下意识地向后扬 爱丽继续将汤匙往前伸 她还说 这在俄罗斯很正常 此奈谎言 因为爱丽虽然脸上 装出恶作剧般的表情 仔细看却会发现 她的耳朵与指尖逐渐变红 皮肤原本就白皙 所以非常明显 事到如今 正经反而变得冷静 担心更胜于害羞 静的表情也清楚传达这一点 因此爱丽也迅速冷静下来 顿时坐立不安 不过要是在这时候收回汤匙 将会更加无地自容 爱丽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勉强维持表情神出汤匙 没想到会在这里发生 间接结尾事件 在马莎那时候 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与情景模拟了 当时只是自己太早下定论 不过以状况来说 没什么两样 这种事情如果害羞就输了 必须维持平定心 然后帅气搞定 正经冷静分析状况 结果变得完全无法冷静 事先下意识投向爱丽的嘴唇时 她刚好在这个时候开口 啊 同时美丽的结白牙齿 与珠红舌头 自然进入正经视野 正经内心爆炸 别搂出舌头了 这样也太真实了 美少女连口腔都好漂亮 真的是感谢老天爷 正经就像是看见母鸟 渗出鸟灰的雏鸟 回神的时候已经张开嘴巴 当时立刻插入嘴里 正经反射性地闭上嘴巴 一上唇结下鲜奶油 就这么间接接吻了 正经在内心将脑袋 撞在地面差点昏死 此时 有息的幻影挂着心怀不轨的表情 一下流声音说着 嘿嘿怎么样 快说说爱丽味道的感想吧 回过头 正经只说了一句 好甜 不过反倒是这股气氛更甜 爱丽轻壳的声音 拉回她的注意力 正经重新面向正前方 爱丽抬起头 以凛然表情 笔直注视正经 所以怎么做 才能战胜有息同学 在这股气氛下 切换成严肃模式 也太勉强了吧 爱丽同学 不过正经还是强装正定 说 只能走另一条路线了 以不同于有息的方向性 向学生争取选票 正经从书包筹出一叠值 这是学校新闻社发行的 校园新闻 是去年的银本 当时一名新闻社社员 觉得原本是列等生的 剑棋会长参选会长 会很有趣 跑去采访他 不过随着急数增加 会长的外表明显改变 成绩也变好 最后甚至成功当选了 换句话说 要让周围学生 看见自己辛劳或努力的样子 不过正经的注意力 从刚才就一直集中在别的地方 这跟汤食怎么办 就是刚才用来啊啊的汤食 上面的冰淇淋 差不多要融化变形了 反观爱丽 正在认真阅读 正经准备的校园新闻银本 表面上是这样 其实它的注意力 集中在别的地方 这跟汤食怎么办 两人思考的事情一模一样 早知道刚才啊啊之后 就应该顺势吃掉圣代 若无其事 利用汤食捉弄一下 脸红心跳的正经就好 却因为莫名其妙放下汤食 如今 欲来欲不敢伸手去拿 都是因为正经那样大口含在嘴里 真是下流 爱丽强烈推卸责任 视线向下撇向汤食 上面有正经嘴唇碰过的痕迹 内心陷入恐慌的爱丽 头滚眼花 这时 正经点了十倍辣的麻婆豆腐 当然也要换汤食 正经以视线朝爱丽手边的汤食示意之后 店员也没贸然追问 就点点头 目送店员回到厨房之后 爱丽不满般地朝着摆好菜单的正经开口 明明没关系的 正经回答 对于日本的男高中生来说太刺激了 爱丽像是很勉强般地点头回应 忽然露出挑衅的笑容 这种程度就慌张 你出乎意料的单纯 我一直以为你很熟练应付女生 正经眉头一颤 出言反驳 就我来看 反倒是不敢相信你面不改色做得出这种事 简介接吻在俄罗斯很泛滥吗 正经露出僵硬的笑容说完 爱丽不悦地皱眉不发抑郁 拆没片刻之后 她一脸不满用俄语低语 只会对你这么做啦 笨蛋 恭喜正经先生 你荣获爱丽小姐第一次的间接接吻 脑中突然响起这段广播 正经眺望窗外若有所思 这时爱丽问她 不用通知家里医生吗 父母不是会准备饭菜吗 正经说她家人现在不在家 其实在单亲父子家庭的酒市家 饭菜基本上都是正经做的 父亲工作不在家的时候也大多是自己开火 严格来说 有个妹妹会无预警来袭讨饭吃 不过刚发生那种事 今天应该是不会来才对 所以正经决定不思考这个问题 对她会做菜的事情 爱丽露出打从心底感到意外的表情 正经耸了耸肩 实际上正经并不是喜欢下厨 单纯是因为在各方面会比较舒适才这么做 倒是面前这个完美超人 厨艺应该也有某种程度的水准吧 如此心想的正经随口询问 然而爱丽默默移开视线 正经察觉了 她问爱丽难道是切菜的时候 会小心仔细切成同样大小与粗细的那种人 爱丽点头 而且像是材料有没有均匀受热 或是调味料有没有以正确的分量与浓度均匀分布 无论如何都会在意 爱丽一脸尴尬拿起哈密瓜汽水应用 她解释道 像是玛莎做的那么随便 一看到就忍不住想插手 正经脑中浮现出玛莎挂着一如往常软绵绵的笑容 将食材与调味料接连投入平底锅的模样 正经笑着觉得她很可能这么说 却也认为姐姐和妹妹相反 会因为过于马虎而搞砸料理 但是不知为何 她做出来的料理很好吃 那个人真的无懈可击 回到正题 正经觉得让大家看到努力的模样 具体来说就是学生会干部致辞 爱丽忽然露出有所不安的表情 偏向正经问道 致辞的时候应该说什么 爱丽轻声向搭档求助 不过正经果断回应 说你想说了就好 以自己的话语直率表达想法 这样也比较能够传达给观众 难得求助却被敷衍回应 爱丽不满皱眉 正经对此耸了耸肩 她解释道 不需要贸然做些什么 现在的这种表现就充分可以获得支持了 话语不足以表达的部分由自己辅助 爱丽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口就好 正经不经意这么说 听到这段话 爱丽就只是感到害羞 不满的表情顿时变成娇羞表情 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犹疑视线 然后她以手指把玩发烧 开口欲言又止 稍微思索之后便以俄语轻声询问 哪种表现 爱丽心神不宁频频看过来 以俄语央求 称赞我一下啦 正经不禁眼神涣散 就是这种表现啦 混账太可爱了吧 正经在内心自暴自弃般的抱怨时 刚才点的料理上桌了 那么不好意思 我开动了 正经有点客气的合掌说完 首先想用白色盘子上的香煎培根剥菜 当成前菜迅速吃完之后轮到主菜 将宝铁锅里沸腾炖煮的麻婆豆腐拉到面前 软烂的恰到好处的白色豆腐 里面满是岩浆的红黑色芡汁 没吹凉就送入口中 刺痛牙银的这种辣度 使得正经满意点头 爱丽皱眉看着她这副模样 问道好吃吗 正经不假思索地说 还不错 要吃吃看吗 说完之后 正经心想 糟了 这不是爱丽能吃的辣度 然而一度说出口的提案也不方便收回 正经如此犹豫时 前方的爱丽也在犹豫 老实说 爱丽不想吃这种明显危险的食物 但是如果这时候说自己不吃 自己其实不喜欢吃辣的秘密 可能会曝光 确认手边饮料的残量之后 爱丽下定决心 只吃一口 正经想着 至少多给她一些豆腐吧 如此心想 将汤匙插进去 然后挖到了红色炸弹 苦笑到 诶 真厉害 居然放了一整根辣椒诶 爱丽的眼神变得像是右拳 稍微湿润的蓝色双眼对她说 不要那个 看见这双眼睛 正经的内心出现天使与恶魔 不知为何 是小小马莎外形的天使 像是温柔劝姐般的开口 不能对爱丽那样做 那样不乖 另一方面 同样不知为何 是小小有稀外形的恶魔 比卑劣的语气 煽动般的开口 动手吧老哥 爱丽含泪的双眼 其实让你暗爽在心里吧 正经的手频频发抖 内心纠结 应该将手上的凶器 拿起来还是放下去 这时 内心的有稀 狠狠撞过去 小小的马莎被撞飞了 一秒定胜负 天使与恶魔的战斗力 差距悬殊 原谅我爱丽 正经在内心谢罪 将灵魂买给自己体内的有稀恶魔 爱丽从桌子边缘的快盒 取出筷子 毅然决然将豆腐送入口中 放下盘子 闭上双眼 还不错 爱丽面不改色这么说 但是正经察觉了 她放在桌面交握的双手 微微颤抖 以右手拼命克制 随时会扑向饮料的左手 正经露出开朗的笑容 补充道 主菜还留着哦 一瞬间 爱丽露出女生不该露的眼神 但是正经假装没发现 在这张笑容催促之下 爱丽鞭策自己 将留在小盒子上的辣椒 放入口中 然后以右手无嘴 深深低头 笨蛋 爱丽以虚弱的俄语说道 就这么哽咽重复 骂这笨蛋 不知道是在骂正经 还是在骂赌气的自己 结果在这之后 没能继续讨论 正经迅速吃完餐点 等待爱丽回复之后 走出家庭餐厅 正经心想 想骂我是混蛋 就尽管骂吧 有希同学要怎么做 爱丽挂着 有点尴尬的表情问道 她想问有希的搭档是谁 但有希应该不需要搭档 会有谁呢 这个疑问的正确答案 远比正经预料的 还早出现 这是隔天放学后发生的事 而且有希带来的这名学生 不是前学生会干部 林来 是有希大人 站在学生会市门口的有希说完 在她斜后方待命的 女学生鬼影这声呼唤 无声无息地向前 然后这名女学生双手冰龙 端正鞠躬 依序看向坐在座位的 五名学生会干部 以毫无异扬顿挫的声音 自我介绍 她是一年C班的军导林来 接下来会加入学生会 这种机器人般的言行举止 使得学生会成员 露出了不同程度的为难神情 各自打招呼回应 完全出乎预料 正经露出严肃表情 此时林来突然转头 正面注视正经的双眼 然后她首度让眼睛隐约浮现情感 静静开口 同为总务 今后请多多指教 正经大人 君导林来 她是服侍有戏的随从 这一天正经和光流道别 朝着校舍一楼的自动贩卖机 踏出脚步 这时背后忽然有个声音叫她 正经大人 她立刻猜到是谁 昨天加入学生会的君导林来 她是有戏的随从 对于正经来说 给予某种意义 看成是真正的儿时玩伴 看不出情感的双眼 隔着长长的刘海 以世间普遍的观点来看 足以成为美少女 但存在感却稀薄到令人惊人的程度 一个回神就会消失 一个回神又出现在身旁 她天生就是沉默寡言 心动无声 而且面无表情 即使是交情已久的正经 被灵乃主动搭话也是难得 两人来到没人的教室 灵乃再度无声关上门 打开电灯 然后走到正经面前再度鞠躬 然后笔直注视正经 脸上一如往常没有表情 眼神却有点严厉 她想确认 正经和爱丽一起竞选 是不是真的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 灵乃瞬间看向下方 她再度抬起视线时 双眼隐藏冰冷的光芒 她向正经转告 这件事情当家大人非常不高兴 也就是正经与有希的外公 周房家现任当家 对于正经来说 这绝对没什么好意外的 把周房家的面子 看得比任何事物还重要的外公 当然不乐见正经 本次做出这种决定 有希是周房家的继承人 他的精英之路 竟然被昔日 抛弃周房家的正经妨碍 外公想必不会原谅 但正经还是暗自 朝着记忆中的外公咒骂 因为正经与有希 对外维持儿时玩伴的设定 或是基于外公的意向 正经对此只能撂下 无聊两次 正经离家的时候 有一个条件 必须保证从今以后 绝对不泄露 自己和周房家有血缘关系 不然的话 不满的矛头 会指向留在周房家的妹妹 正因为明白这一点 所以为了亲爱的妹妹 正经至今都遵守 和外公的这个约定 乖乖遵照外公的意向行事 林乃补充道 来刺探军情 是她自己的意愿 正经露出深感意外的表情 林乃以冰冷眼神正经八百说 为主人清除路上的障碍 也是随从的职责 虽然她的用词夸张 不过隐含在其中的意志 毫不虚假 所以正经也挺直几倍 然后她重新审视自己的行动 和爱丽一起参选 和有戏打对台 正常来想 不应该做出这个决定 不惜激怒外公和亲爱的妹妹敌对 自己到底想得到什么 正经沉思时 林乃补充道 她说她认识的正经 绝对不会做出 害得有戏大人悲伤的事 林乃透露苦涩的这个声音 使得正经感到难过 面前的少女 为了敬爱的主人 自愿扮黑脸 她对此感到难过 林乃就是这么善良的一个孩子 正经细细品尝这份后悔 改为郑重的表情 以最大的诚意面对林乃 必知注视她的双眼 秉持毫不虚假的真心 搞知自己的意志 我并不是为了和有戏敌对而参选 是决定和爱丽一起参选 结果必须和有戏敌对 如此而已 正经的诚实话语 喊动林乃的双眼 但她立刻再度以犀利视线追问 和爱丽一起参选 是这么重要的事吗 不惜背叛 伤害有戏也必须这么做吗 对 面对刻意使用重话的这段追问 正经毫不犹豫地肯定 林乃这次真的被撼动 双眼隐含困惑于爱妻 是基于某种特别的情感吗 不是 正经可以断言 自己之所以协助爱妻 绝对不是因为恋爱情感 究竟是为什么 自己也不清楚 林乃稍微睁大双眼颤抖身体 低着头问最后一件事 正经对有戏的情感有改变吗 正经也是毫不犹豫地断言 没有 随后向林乃提出一个请求 拜托她扶持有戏吧 光看状况的话 正经像是说出 那个家伙没有我就不行 但你如今没有我也没关系了吧 这种话的一心别恋 插进透顶的人渣吧 好像确实是 正经在内心还是难受的 有种青梅输给了天降的感觉 六神无主回到教室 好机友光流 发现她什么都没买 然后将自己的客桌 转过来要和正经并桌 正经说 正常借用爱妮的座位就好 毕竟她本人不在 另一个机友义说 是想坐坐看爱妮公主的座位 不过总觉得会被杀掉 所以算了 确实 即使不会被杀 或许也会被男同学们 怀抱亲切之意 轮流恶争 尤其在这所学校 个人的客桌右边角落贴着名牌 所以一看就知道是谁的桌子 正经接受意这个说法 打开便当盒 是昨天的剩菜剩饭 两人吐槽 明显是男人的料理啊 正经朝着苦笑的两名好友耸奸 这两人知道 正经家是单亲父子家庭 所以正经也没特别在意 不过正经依然对刚才那件事念念不忘 没什么心情吃饭 亦忽然从刚才装上超便当的塑料袋 取出漫画杂志 是现在人气暴涨中的12人偶像团体的泳装照 三人边吃边讨论 这女生的衣服底下这么有料 亦露出不检点的色眯眯表情 但是这个话题来说 光流和正经都没有熟悉的明星 或者配音演员 亦有点不敢相信 觉得是男人的话 都会喜欢一两个名人 正经觉得他们太遥远了 可是如果关注二次元的话 就可以透过男主角模拟谈恋爱的感觉 就算不是可攻略角色 也还有一种叫做同人质的方便本子 光流也出言同意 大概是因为正经跟着炒热话题 所以心情大好 亦重新打开漫画杂志递向正经 问他纯粹只看外表喜欢谁 正经翻起内应 不过该说 是男人本性还是欧派星人 看泳装照的时候 果然会注意到女生的特定部位 正经认真思考了起来 他慢慢指向了一名女生 这时抬起视线 有一种冰凉的寒气吹到他背上 正经借此瞬间猜到现状 就这么看着前方全力拍马屁 虽然我选他 不过啊 因为我平常旁边就做着超级美少女 所以老实说果然相心失色对吧 没收 背后伸出一只手拿走杂志 正经发出哀嚎 视线追着杂志一看 艾力以动员般的眼神俯视正经 他看向手上的杂志 说出充满污蔑的俄语尼南 肮脏 一语正经露出僵硬的笑容 光流置身室外般的酷笑 不过艾力洗礼一瞪 过于强大的魄力 使得一语光流迅速移开视线 锁起脖子 艾力斥责正经 身为学生会一眼竟然如此俗气 艾力冷到骨子里的声音 使得正经和异语光流一样缩起脖子 艾力叹了一大口气 将漫画杂志放在桌上 艾力以傻眼表情 骂正经一句笨蛋后 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三个男生不仅以压低声音 匆忙开始心动 想又拿回杂志 艾力撇了他们一眼 像是傻眼般的脱腮 转头看向窗外 这是光流正目不转睛地 看着一准被收好的杂志封面 讨厌女生的光流反常这么做 让正经语意都歪过脑袋 接着光流指着封面上的 其中一名女生开口 她问正经刚才选的女生 叫什么名字 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很像九条学姐 这一瞬间 正经感觉一道视线刺在左脸颊 暂时变得柔和的凌人气息 一瞬间变得和冰柱一样 坚硬锐利又冰冷 撇向身旁 看得出艾力就这么面向另一边 隔着窗户玻璃往这边瞪 这道视线引得正经猛然冒冷汗 在内心惨叫 她挂着僵硬的笑容说 不不对 应该没这回事吧 想带过这个话题 不过一听到光流的话 重新检视封面 在点头的同时落尽下尸 确实很像 像是发型还有气息 褐色头发跟褐色眼睛也很像 原来九条学姐那种类型 是你的菜 听到这里 生物的求身本能剧烈敲响尽钟 正经结结巴巴的反驳 不并不是我的菜 何况玛莎小姐已经有男友了 换句话说 她没男友的话 你就会追 慢着 玛莎小姐 你什么时候敢用霓撑家小姐叫她的 这个时候默契十足啊 两位 不过也是有原因的 校内顶尖美少女爱丽与有希 正经真的只是为普通朋友对待 好友们暗自觉得 这家伙该不会真的只对 二次元感兴趣吧而担心 总之 我从来没想过要和她交往 正经明显在逃避 一语光流的眼神变得温馨 顺带一天 爱丽的视线加入轻蔑之夜 哎 既然有男人用想入飞飞的目光 看待自己的姐姐 任何人都会这么做吧 亲手 俄语的臭骂 深深扎入正经的心 既然无法反应 当然也无法反驳 所以真的很遏制 一维持温馨眼神 温正经 没想过和有希交往吗 爱丽的气息明显变了 不过正经没有回想起有希 而是回想起林奶奶 然后毫不犹豫地回答了 不会 因为是兄妹 同父同母 千真万确的亲兄妹 但是正经不能公开这个内幕 只能含糊一笑 不知道有希的原样 只看过有希在校内的大小姐模式 难免是这种感想 但正经知道有希的真实样貌 不过即使对方是好友 正经也不能擅自揭露有希的本性 所以 这时候要适度搪塞 说是自己高攀不起 两人又开始讨论 这所学校的女生都很难追 大厅之后得知 其实是社长千金 这种事儿好像见怪不怪 所以这也是个中等家庭嘛 才能勉强交往吧 正经脱口而出 中等出生家庭 然后谈得来 可以像是朋友那样交往的对象 半句话说 像 像我这样 突然插入这句俄语 挂着严肃表情往旁边一看 是莫名用力摆出脱塞姿势的爱丽背影 仔细看会发现她微微发抖 仔细听会察觉 她像是哼歌般地继续讹语尼喃 正经连忙数而聆听 然后双眼逐渐翻白 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呀 讨厌了 这话是怎样 爱丽脱塞的右手手指陷入脸颊 嘴角微微抽动 不知道是没察觉正经的视线 还是虽然察觉 但是表情无法复原 所以不敢转头 无论如何 总觉得相当可悲 正经再度回忆 浮现脑海的那个女生的笑容 即使脸部细节模糊 依然让人不觉玩耳的那张可爱笑容 使得正经不禁发笑 笑容可爱的女生果然很棒 但慢慢地 脑中那个女生的笑容 被前几天爱丽展现的笑容取代 正经连忙消除这个想象 一余光观察当事人的反应 是完全僵住的爱丽背影 印在窗户玻璃的表情也无需多说 光流在一边表示赞同 而且反复强调 笑容确实很重要 但她的话语引得爱丽背部频频颤抖 正经实在不方便赞同 从正经的角度来看 爱丽算是经常露出笑容的 虽然眼睛不会描绘弧度 眼睛深处却依然在笑 不过爱丽本人似乎没这个自觉 正经想向着爱丽说一点 平常不太笑的那种人 要是天天一笑 看起来反而充满魅力吧 感觉是一种反差萌 正经出言唤家 不经意觉得 爱丽缩起来的背脊稍微打直了 光流雨衣补充 不过只有这一瞬间容易清静 很快就变得难以靠近了 爱丽立刻萎缩 正经慢慢向两人使眼色 说爱丽会在意 非常在意 真要说的话稍微快哭出来了 因为印在窗户玻璃的脸蛋 基于和刚才不同的意义紧闭双唇 从微笑变成像是在忍受某种情感的表情 这时传来轻声的俄语 没关系了 我有朋友 所以没什么关系了 而且不知为何开始说的可怜兮兮 老实说 这副模样也打动正经的心 应该说不免觉得这就是反叉萌 不过同情与歉意更是刺痛她的胸口 正经想去缓和下气氛 却被一以视线制止 正经这里交给我 两人以眼神沟通 相互微微点头 接着亦充满自信露出笑容 然后大声这么说 不过 爱丽公主这样的美少女 不会在意这种事 又够烂的 直接又过分到惊人的这种说法 使得正经与光流一口同声吐槽 但是一本人感觉良好 看见这张令人火大的表情 正经想给她一个劝告 一个透心寒的声音 抢先响起 哦 原来如此 你是这样看我的 爱丽直到刚才 差点掉泪的表情已消失无踪 她挂着令人发毛的冰冷表情 亦完全感受不到温度的双眼 看向这里 被这双视线定住 亦似乎终于察觉自己说错话 身体一颤之后僵住 鉴于这次的表现 刚刚漫画杂志 又被爱丽一把抢过来 粗鲁坐回座位 教室的气氛无预警冻结 正经与光流已白眼刺向意 所以你才叫不到女友 充斥寒气的教室里 回荡着完全是自作自受的男人的 悲哀参叫 之间稍微倒回 和正经说完话的林乃 沿着走廊走向楼上的空教室 林乃开门一看 有希在没开灯的危暗教室等待 有希问她 满意了吗 林乃回忆刚才和正经的对话 眼中隐含柔和的光芒 回答道 正经大人果然还是那个正经大人 林乃先前难得展露出 对于正经的不幸与不满 但是好好谈过之后 她的眼神变得舒坦 有希健壮也安心了 林乃面无表情的这个特征 是后天造成 情绪并非闲烧气肤 有希知道 她对自己俩雄美怀抱 非常强烈的情感 此时林乃想打开门边的开关 但是有希制止了 她露出忧伤又看透一切的眼神 不想贸然引人注目 是啊 像她这样有实力的人 想必经历了很多 也看开的很多吧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希停顿片刻 看向斜下方拨起刘海 一帅气表情 赫然睁大双眼 按一点比较帅气 林乃正经八百点头 有希催她说 所以正经怎么说的 林乃回答 她要传达给当家 这次的事件和有希无关 有什么意见 直接来对我说 这句话 有希正确猜到这段话 是正经对她的一种关怀 她只在瞬间 惊讶睁大双眼 接着打从心底愉快一笑 林乃一脸正经点了点头 如此美妙的气魄 使得在下的子宫不禁颤抖 这样啊 颤抖了吗 是的 林乃毫不害臊 般的面不改色点头 有希的笑容变得僵硬 有希为求谨慎 林乃并不是喜欢正经吧 林乃表示否定 并说明 只要愿意将她当作工具使唤 就心满意足 有希吐槽 你只是普通的斗M吧 顺便给了个白言 正经对于林乃的评价没错 事实上 林乃是个深情又善良的少女 只是林乃对于两位主人的过度敬爱 加上自己的性癖好 使得她内心想要被教做人的愿望 强烈到暴标 甚至引以为傲 才高八斗的女仆 简称斗M 有希没什么要问的了 表情突然严肃 匆忙跑向操场那边的窗户 吸大口气 抓着窗框沉默片刻 然后说 受不了我那个可爱的哥哥 他认为作为对手 事情也变得有趣了 如果只有艾莉 他根本不是对手 有希说的傲慢 但是林乃也同意这个说法 事实也确实如此 实际上 目前支持有希的基本盘 稳到不行 而他本人更期待 郑进怎么破局 对于主人的要求 林乃也在双眼 隐含强烈的光芒回应 目前局势很明朗了 有希转头隔着肩膀看他 挂着帅气的表情询问 现在的我是不是抄向 最后的大魔王 放学后 在学生会市举办了 郑进与林乃的欢迎会 现在分成两组 各自增进交流 留在办公区座位的是 郑进 童野和毛孝 另外四人玩扑克牌 不过实际在玩的 只有艾莉与有希两人 两人隐约散发尴尬的气息 应该说是 艾莉单方面 抓不到和对方的距离感 不过在有希积极搭话之下 逐渐融洽相处 如今一起和乐玩牌 两人是以零食当赌注玩牌 不过果然是经验上的差距吧 有希目前大幅领先 马莎看着战局露出软绵绵的笑容 艾莉也像是泻愤般的瞪向她 反观林乃 一如往常面无表情 就这么在艾莉与有希中间平淡发牌 说来惊人 她很自然的熟练担当发牌员 随从能力真实了得 不愧是外交官的加戏 心理战士有希的拿手领域 猫笑一针见血地指出 单纯是艾莉太好懂 艾莉确实完全无法维持扑克脸 这时从林乃娜里拿到牌的艾莉刚好没脚上扬 紧闭醉春 她思考数秒之后强势下注 却立刻被有希双倍加注而盖牌 胜负在开始之前就知道了 而马莎则难读多了 毛笑也挂着苦笑同意 他们的交情已经一年多了 现在也有时候感觉 马莎的言行不可思议 貌似是少跟精 毛笑又说出了一般人不敢说的话 正经汗烟 会长则一直在夸正经的反应好 怎么感觉会长是观众 而且她对俩姐妹的称呼 九条妹与九条姐 感觉像是大人物 但被毛笑拆穿 只是不好意思直接叫女生的名赞 被女友点出来的同意 视线犹疑 接着她反问正经 反倒是她对俩姐妹的称呼 才过于亲切了吧 这是 会长补充到 自己直呼其名的女生只有毛笑一个 之后也不会叫其他人 边说着 边按着频频被毛笑肘击的侧妇 露出忍痛的笑容 对开心的飞起来的毛笑说 遮羞打得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 这真是 不识大力地以肘肌遮羞的 临座毛笑同学 此时 林乃无声无息地站在他们两人身后 他是来问喝什么的 背后传来声音 毛笑夸张颤抖肩膀转过身去 看向林乃露出僵硬的笑容 毛笑吐槽居然能从背后暗算她 您是哪门子的剑豪吗 不就是 毛笑真的是剑豪啊 不过真要说的话应该是全好 一脸串的吐槽也没有改变林乃的表情 承受林乃的视线 同意喝光杯子的内容物 将见底的杯子递给林乃 林乃倒饮料给她 明明是碳酸饮料 却几乎没倒出气泡 堪称技术了得 她的这些技术是向爷爷奶奶学来的 正经说明 林乃的爷爷是有戏外公的秘书 奶奶是有戏家的帮佣 这些话引起同爷与毛笑的兴趣 不禁想问 难道父母也是 不父母是上班族 林乃的回答显然让两人有点失望 林乃补充道 自己二年级就开始学了 正 正好有戏大人很适合一位主人 不小心差点说漏嘴 正经稍微皱眉招熟 林乃乖乖来到她身旁 本来想问她之前的事情还好吗 却在看见林乃笔直的视线之后 将话语吞回去 因为她的双眼清楚地写着 尽爱两字 午休时的冰冷视线 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完全是忠诚心Max的眼神 正经不禁吐槽 到底是哪里提升好感度的 林乃的爷爷奶奶告诉她 要注意别让主人意识到随从 打造出主人感到舒适的环境 但她完全成为了空气 已经来不及挽救了 但其实这正中她的下坏 很期待她未来是先成为有戏的秘书 还是女人者 此时 马莎拿着空杯子走过来 说爱丽刚才骂她很烦 正经转头一看 眉头深锁的爱丽一严肃表情瞪着拍 她手边的零食剩下三颗 看来进入最终局面了 房间里的紧张气氛也令会长担心起来 不过 正经与马莎对此同时耸了耸肩 他们说 看起来玩得很愉快啊 正经很清楚 爱丽现在玩开到前所未见的程度 面对恐怕是相隔数年 终于交到的同年令同性朋友 从言行各处都看得出 她玩游戏玩得非常开心 林乃手上的宝特瓶空了 她立刻要去拿新的 却发现买来的饮料已经全部喝完 停止动作 可她是这场欢迎会的主角 马莎的想法也脱离想象的范畴 她想让同为主角的正经 陪自己去买大家的饮料 一人拿罐装饮料回来 确实很辛苦 正经想问大家喝什么 结果每个人都不一样 她照纸笔重新整理大家的饮料 不过她没有再问一遍 而是直接把刚才的六七种饮料 直接写了下来 在两名学长姐和爱丽的 惊讶表情目纵之下 正经和马莎走出学生会试 来到走廊 人体感应器就起反应 打开走廊的灯 一余光看着夕阳染红的操场 行走没多久 马莎以沉稳的语气 向正经开口致谢 谢她决定和爱丽一起参选 马莎这么说的时候 露出充满慈爱 真的很适合形容为圣母的表情 她说至今一直没人能依赖的爱丽 终于有人愿意扶持她了 马莎脸上不是一如往常 软绵绵的笑容 而是沉稳的温柔笑容 正经自然停下脚步 轻声脱口问 马莎是不是故意在爱丽面前 隐藏正经的一面 问到正经这么问 马莎像是中了冷箭般的缓缓眨眼 然后她看向窗外 露出令人吃惊的成熟笑容 她回答 自己不想和爱丽竞争 为了不被爱丽视为竞争对手 才假装成温吞的姐姐 这个问题笔直切入核心 马莎却发出擒脆的笑声 她说 爱丽愿意让自己撒娇 所以变得温吞也在所难免 正经在心里吐槽 正常的姐妹都是反过来吧 她看不透 马莎到底有几分是认真的 此时 马莎的低语传入她耳中 我不想害得爱丽孤单 一回视线一看 马莎露出严肃到令人紧张的表情 笔直朝这里注视的这双眼睛 使得正经都抽一口气 兄弟姐妹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 虽然比任何人都亲近 却也因为这样而不得不在意彼此 这是正经清楚到不能再清楚的事 离家出走之后 才察觉自己只是空客 明明将一切扔给妹妹成为自由之身 却没有任何想做的事 也不想成为任何人 不能这样下去 必须做点事情才行 否则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离开那个家了 多亏妹妹的尽心尽力 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会率直表达好感 毫不害臊地表明周房正经与九世正经 都是他最喜欢的哥哥 所以正经才能继续当个疼爱妹妹的哥哥 正经在这么想的同时 忽然察觉了 有希在他面前尽显阿宅气场的奇特个性 或许也是为了避免哥哥觉得自卑 故意展现出傻妹妹的模样吧 但转眼就否定了 那肯定是天生的 正经夸马莎真是一位好姐姐 马莎也说 一点都没错 他得意洋洋挺胸 表情意气风发不可一世 但他立刻露出恶作剧般的笑容 闭上单边眼镜 在嘴唇前方竖起实质 刚才那件事 要帮我下爱莉保密哦 马莎这个前所未见的娇妹动作 使得正经心脏用力一跳 像是要隐藏这样的自己般 他露出自嘲的笑容 然后半问地对正经说 是不是一样也隐藏了正经的一面 正经怂怂见 他说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正经不期待得到马莎的理解 自嘲般地说出毫无脉络的话语 他知道也承认自己是人渣 即使如此 依然害怕这样的自己为人所知 总归来说 他只是想乐得轻松 才坚持扮演不正经的角色 避免任何人依赖 而且今天也以戏谑的态度掩饰 以免被人踏入内心 察觉内心 不过话说回来 正经总觉得面对马莎 会神奇地降低心防 这也是某种包容力吗 被认识还没多久的学姐看见内心一焦 正经对此感到后悔 露出笑嘻嘻的表情移开视线 马莎静静走向这样的正经 心情抬起她的手 心拍抚摸正经的头 正经只是低头不语 胸口颤抖到无法控制 话语说不出口 神奇地解开内心纠葛 温柔又隐约带点怀念的这种触感 使得正经一旦稍微松懈 眼泪就可能夺眶而出 她只能咬紧牙关忍受 毕竟是男生啊 马莎以温柔无比的眼神主视这样的正经 就如同在安慰受伤的孩子 安抚赌气的婴儿 不久之后 正经低着的头像是不自在般地动了 马莎立刻察觉她的意图 放开双手 只见一如往常面带软绵绵笑容的马莎 不满般地鼓起脸颊说道 只有作为学姐的时候可以这么做 爱丽和有希都不会让自己 有这样展现姐姐的一面 学姐以一如往常的态度对待 正经对此心怀谢意 同时也稍微露出苦笑 正经说 我有男生的尊严要顾 而且也会对不起马莎男友 马莎回答 说的也是 但是没问题的 因为她不会为这种小事生气 马莎神气挺胸 正经含糊点头回应 真的可以把她这番话当真吗 正经暂时保留内心的想法 重新走向一楼的自动贩卖机 购买所有人的饮料之后 两人抱着饮料罐 回到学生会室 打开学生会室的门一看 童也不知为何 挂着微风的笑容等待两人 说了一句 准备 正经歪过脑袋 童也随即加深笑容 以卖关子的态度说明 为学生会传统的顶级斗志游戏 做准备 而桌子上 貌似放着方形的东西 没错 大战一触即发了 正经和马莎回到学生会室 摆着一张 有点格格不入的麻将桌 亮丽的女神们围绕在桌旁 原本就格格不入的麻将桌 因而更加突兀 童也大概也自觉这一点 一边洗牌一边露出苦笑 会打的人意外的多 正经总之以白眼瞪向宣称 至少凑牌的话没问题 其实是网路麻将六段的妹妹 会长与毛孝 有席与林乃 正经与爱丽 而马莎以仁称俊 她说自己只懂基本规则 会长咧嘴露出笑容 说得到第一名的队伍 可以任意命令另外三队 做一件事 当然直线于常识范围 队友是大外行 而处于不利立场的正经 没较上扬 不过其他女生们 意外的跃跃欲试 包括那位虽然不会玩 但是倔强的队友 正经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会长一开始 就不把马莎列为战列 不过当事人脸上挂着 像是完全不以为意的笑容 每人三万点开始 有赤宝牌可以两倍一满 与三倍一满 总之什么都可以 只有非中局的规则不采用 会长解释完 就意外地让毛孝上场 自己则躲在后面 就这样 马将大赛 终于开始 这时正经在想 前方与两侧都是漂亮大美女 其中只有一个路人甲男性 这样完全是脱衣 阿宅特有的响入飞飞 略过脑海的瞬间 不过冰凉的寒气 从背后扑过来 正经开始给艾莉上课 不好意思 再下自摸了 林乃率先胡牌了 就这样 艾莉在第四场 就已经理解大致的规则 而且因为不采取非中局 所以就算欠了一屁股债 也可以达到最后 也就是有反败为胜的余地 不过 如果是赌钱的马将 可能也有实际 嵌入负债地狱的危险性 在第四场结束的时候 正经和艾莉换手 这四场是林乃与毛孝 各胡两次排 点数排名 依旧是林乃 毛孝 正经 马莎 正经 安安在想 马莎小姐真的懂规则吗 庄家轮到童野之后 童野连续胡牌三次 在艾莉身后观战的正经 是这么想的 会长 看来你来阴的了 什么都可以的意思 是出老前也可以是吧 这就是会长的威严 童野痛快接受毛孝的称赞 不过仔细看会发现 他表情有点阴影 隐约散发出内疚的气息 他发现正经注意到自己之后 暗暗地说 这也是学生会的传统 这其实是真的 坦白说根本不是传统 是恶习 童野回想起当年 被上一届老千打的落花流水 当成惩罚游戏的命令 还差点惊动家长会 不禁露出阴沉的笑容 想到之前 被上一届老千打的落花流水 童野莫名激动起来 企图连续第五次胡牌 这时看到有希出的牌 艾莉不太熟练地宣布胡牌 有希计算点数之后 大概是点数比想象的低 艾莉在略显遗憾的同时 搂出笑容 有希眉角下垂 苦笑递出点棒 艾莉搂出得意笑容 转身看向郑进 郑进称赞了她第一次胡牌 艾莉愉快地勤搏头发 不过郑进知道 刚才是有希故意放枪 大家也都看出来了一点 玛莎也恭喜妹妹胡牌 艾莉回复道 谢谢 玛莎也加油吧 看到艾莉骄傲激励 还没开胡的姐姐 大家都不敢多说什么 童也羽毛笑 微微露出苦笑 有希挂着雕塑般的笑容 林乃面无表情拍手 整理学院学生会 真的是一个温柔的世界 有希的助攻 成功阻止童也连装 不过 玛莎在这个阶段 已经完全输光电棒 童也大幅领先第二名的有希 与第三名的艾莉独占凹头 童也在这个时间点 确信自己将会胜利 不过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了 向有希学耻成功的艾莉 心情大后 正进和他换手之后再度坐下 然后和旁边的有希四目相对 童也太小看了这对阿宅兄妹的真本事 他在两分钟后体会这一点 摸牌才摸到第二轮 童也打出真的不太重要的牌 却放枪给有希 童也在这个时间点也觉得只是巧合 又过了两分钟 这赛甚至还没轮到童也摸牌 壁虎一瞒 郑靖再出一招 童也和正前方的郑靖四目相对 他知道郑靖看穿了自己出老千的行为 假惺惺说着 哇 郑靖同学好厉害 这种话的有希其实也是共犯 身为阿宅 出老千或是控制头子这种技能 当然早就学会了 不过事实上 这对兄妹真的已经学会高超的老千手法 头子也可以指出想要的数字 顺带一提 传授老千手法的师父是爷爷 只要我们两人合力堆牌 这种程度的是情而易举 真可惜啊 会长 两人说出胜利宣言 童也不甘心地眯戏双眼 对此 郑靖轻轻露出笑容 郑靖以眼神示意之后 童也也惊觉一个事实 经过两人刚才的狐牌 除了负债累累的某位圣母 三人的点数几乎平手 在这最后一局狐牌的人 就能拿下第一 而郑靖也说 最后一局来公平的 然后左右命运的最终决战 凯木 哎呀 我这样是不是狐了 从意料之外的方向 传来松懈的狐牌上 两个男生露出错愕表情 转头看去 他们看到 马莎亮出狐牌 立刻转头相视 毛笑露出战力表情 连灵奶都睁大双眼 此时又袭露出 僵硬的笑容开口 斯安克单调大三元 自一色 十四倍一满 十二万八千点 郑靖自爆自弃般的大汗 看起来终于重新振作的 童爷也面带苦笑低语 吃惊的战斗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到最后 马莎的梦幻狐牌将一切回归于无 最后结果是 马莎第一 有些林奶队第二 童爷毛笑队第三 郑靖与爱丽这一队 因为是马莎自摸时的庄家 所以调到最后一名 然后拿到冠军的马莎 将食指抵在嘴唇 环视室内 郑靖有种强烈的不祥预感 而且这个预感是正确的 马莎下达的命令是 所有人今天要系上断袋 度过一整天 断袋是马莎亲手系上的 女生们还好 只是稍微改变一下造型 尤其是毛笑 由于平常不太打扮 所以现在成为女学生 看见可能会兴奋尖叫的感觉 问题在于路人脸的郑靖 以及老人脸又壮硕的童爷 两人充满悲怆感的 转头相试的时候 女生们接近过来 嘴上说着合适 但难言喜色 爱丽挂着无法言喻的表情搭话 但是在郑靖转头看过来的瞬间 她睁大双眼 迅速无嘴别过头去 有希高明维持大小姐的模式 愉快大笑 郑靖杀气腾腾等向她 不过大概是被有希的笑声 猫笑开始笑出声 连爱丽都低着头 开始颤抖肩膀 所以郑靖心已死 表情充满男色 恶狠狠说出 女骑士被敌方抓住时的台词 杀了我吧 后来直到巡视的老师 告知校门关闭时间 学生会是 一直发出女生们的欢笑 和快门声 第二天午休时间 背后传来爱丽的名字 引得爱丽转身 站在该处的是 一头黑顺直发 急肩切齐 散发着理性气息的 一名女学生 爱丽刚才听声音没印象 不过看见长相 依然想不到是谁 并多只从蝴蝶结颜色得知 对方应该是同年纪 不过她的双眼 隐含绝对不友善的光芒 女生开门见山 说自己是F班的古山沙野家 有话要说 少女以视线 朝着走廊外面的中庭方向示意 虽然说话客气又礼貌 却果然完全没有友善的感觉 而且爱丽记起来 她就是在国中部 和有希争夺过 学生会会长宝座的那个人 被郑敬提醒过 是除了有希以外 应该提防的 另一名学生会长候选人 古山沙野家 是造船业之中 属于国内屈指可数的 大企业古山重工的社长千金 若问家里资产多么雄厚 在征领学院 也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学生 他本身也非常优秀 成起名列切毛 加上每年担任班长 老师对他的印象也很好 更重要的是 他在国中部 曾经以讨论会 达到三组政府会长候选人 创下佳绩 因此郑敬也是除了有希以外 最提防他 他的邀请 艾力没有拒绝的理由 走到中庭中央处理的大树 他转身面向艾力 在得知艾力和郑敬 一起竞选的事情属实之后 沙野家的眉心出现皱纹 下一瞬间 他说出充满明确敌意的话语 居然做出这么没平的事 你不觉得丢脸吗 突然被诬蔑的话语攻击 艾力还没生气 就先感到错愕 沙野家补充 因为明显是有希的同伴的郑敬 却被艾力抢走了 听到他这么说 艾力终于忍不住了 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艾力这一函 中庭与湘林的校舍 都有视线集中过来 艾力自觉这一点 将后续的话语吞回去 但是沙野家 毫不再一般的冷淡回答 请你不要抱持随便的心态 弄脏我们学校神圣的会长选举 也就是说 他认为艾力用肮脏手段 拉拢了郑敬 而且选择那个窝囊的郑敬当搭档 只可能是要给有希一个下马威 郑敬似乎是听到两人的争执声 从校舍之间的走廊来到中庭 他露出担心表情 交互看着气氛非比寻常的两人 了解了过程之后 郑敬说是自己的选择 艾力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郑敬这段话使得沙野家醋媚 缓缓扶正眼镜 他说 自己无法相信至今窝囊透顶的郑敬 为什么会想和那个转学生联手 而郑敬解释 他的看法有误 而且刚刚出言冒犯艾力 要求他道歉 郑敬试着尽量稀释宁人 但是在这一瞬间 低着头的沙野家 喷出毛骨悚然的怒气 令他倒抽一口气 沙野家已低沉到海人的声音低语 然后快步走向郑敬 以极近距离抬头狠瞪 这双眼睛充满恐怖的敌意与憎恨 郑敬不禁退后半步 我要以讨论会挑战你 沙野家的这句宣言 引起远方看热闹的学生们一阵骚动 郑敬的心情和他们一样 沙野家补充道 导入参加学生会时的教师审核程序 这个议题如何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进展 郑敬不明就离只能感到困惑 不过面前的少女似乎是认真想打倒她 郑敬隐约理解到 唯一的对抗方法就是在讨论会取胜 此时艾力尖锐声音喊听 她犀利瞪向沙野家 但是沙野家连看都不看就冷淡告知 请她别妨碍事 自己对她已经没兴趣了 艾力强行介入郑敬与沙野家之间 从正面瞪向沙野家 沙野家以不耐烦的眼神看向她 然后带着鄙视的心态抬起下巴 以冰冷彻骨的声音放话 自己会打败他们两个 旁边吃瓜的学生们 怀着疑惑和兴奋的心情议论纷纷 这个消息当天下午立刻传遍校内 放学后的学生会试 在郑敬与艾力面前 童爷拿着沙野家缴纳的申请书 露出苦恼表情 会长发现 这个议题完全是冲着郑敬来的 写在申请书上的议题 是沙野家在午休时间提到的 导入参加学生会时的教师审核程序 内容简单来说就是 要成为学生会干部 必须经由教师推荐 明显看得出 另有真正意图的议题内容 使得童爷不禁皱眉 不过当事人郑敬 若无其事耸奸 会长问道 先不管其他的 真的要举办吗 他觉得这对郑敬 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艾力斩定截铁的反驳 有好处 童爷头一身感兴趣的视线 随即被他以隐藏火热斗志的眼神回应 而稍微向后扬 他觉得 现在逃避 那就彻底输了 侮辱了自己和搭档 艾力要他收回那些话 并且道歉 否则咽不下这口气 艾力的怒气静静高涨 对此露出苦笑的震惊 也发言不足 并非只有坏处 在结业典礼的致辞之前 得以在这个场合先行亮相 宣传他们出马参选 会长只能同意 并定在周五举办 这时 有希从办公桌抬起头 笑容说 他来负责这座宣传单 然后看向郑敬与艾力 向两人加油 还建议免除他们的学生会业务 直到讨论会结束 其他人也同意 对于学长学姐们温柔的贴心举动 郑敬与艾力低头致意 他们说一定会回应这份期待 然后 两人一边感谢同伴们的贴心 一边离开学生会市 接下来就是作战会议了 一直累积烦躁情绪的艾力 内心也逐渐平静下来 然后 终于有余力 冷静分析杀野家的那个行动 郑敬说 他们之前共事关系也没有不好 这次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他 郑敬没脚下垂 像是稍微伤脑筋般的送肩 使得艾力心跳加速 平常嬉皮笑脸毫无紧张感的郑敬 第一次像这样展露软弱的一面 艾力想干些什么 可他从没有安慰过人 到最后只能问郑敬 杀野家的动机是什么 没能对搭档说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语 艾力厌恶这样的自己 郑敬似乎没察觉到 艾力的自我厌恶 扶着下巴看向上方 郑敬想着 毕竟他曾经对艾力说 只有成绩可取这种话 虽然这么说不太好 不过客观来看 这个转学生没有社团活动的实际 人脉也比杀野家少 听到之后 艾力瞪他一眼 之后哼了一声 如果只是对不认真的人生气 杀野家气成那样实在是非比寻常 艾力回想起那时候 无法当成耳边风的那段谩骂 表情再度变得严厉 气得鼓了起来 郑敬连忙安抚 以郑敬对杀野家的认识 他生气到那种程度 觉得自己应该是做了 令他相当不高兴的事 但艾力认为 假设是这个原因 也不构成他说的那么过分的理由 确实郑敬不太正经 但也用不着被他说的那么过分 听到这段话 郑敬察觉艾力是在为他生气 有点不好意思 但他也不希望艾力继续生气下去 所以挂着为难般的笑容 帮杀野家说情 不过艾力想到 包括郑敬的前搭档有希 以及从小一起长大的林乃 突然害怕起来 郑敬始终是以对等的立场协助 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 绝对撑不上等价 自己可以回报他什么呢 像这样得寸进尺 依赖他的自己 到底有什么 郑敬看到艾力 看起来气色很差 呼吸也很浅 看起来实在非比寻常 然后他露出 有点苦恼的表情开口 问郑敬 有没有什么希望我做的事 郑敬从他的模样感受到 不准再多问什么的意志 骚了骚脸颊 思考片刻 半鬼脸 认真一点 看对方看起来莫名郑敬的时候 郑敬生性会想说一些蠢话 幻和气氛 然后说道 这样好了 我希望你温柔抱紧我 轻生示爱 养一母性让我无法自拔 郑敬咧嘴笑着说完 艾力眉头一颤 看到这个反应 郑敬预料艾力会生气 别考虑到最坏的状况 会被甩耳光而坐视提防 好啊 这句回应完全出乎预料 郑敬做出拖线反应的时候 艾力顶开椅子站起来 绕过桌子站在郑敬的身旁 近距离被蓝色眼眸俯视 郑敬发出不成意义的声音 连同椅子后退 郑敬像是投降般的 将双手举刀和肩膀同高 试着阻止 真的已经张开双手的艾力 艾力随即猥琐眉头 放下双手 郑敬松一口气没多久 艾力快步绕到她的身后 下一瞬间 郑敬的脖子被艾力的双手环绕 突然浮上脸颊的顺滑质感 贴在背上的柔软触感 使得郑敬发出怪声弹了一下 但是艾力不以为一般的举起左手 以僵硬的动作慢慢抚摸郑敬的头 郑敬惊慌失措到声音高八度 但是 贸然行动可能会造成预期不到的意外接触 所以无法继续多做什么 就算这么说 她也无法委身于艾力的拥抱 全身紧绷得硬邦邦的 艾力几乎将脸颊贴到郑敬的脸颊 轻声讹语尼喃 对不起 谢谢 这句道歉与道谢 到底是基于什么意图说的 郑敬不知道 但是在传来这句话的同时 从肩头环抱到她胸前的艾力 右手增加力道 让郑敬吃了一惊 隐晕有种依赖的感觉 郑敬静静静放松身体的力气之后 艾力左手离开她的头 绕到她胸前和右手交叉 不要离开我 带着哀妻音调的这句俄语尼喃 使得郑敬感觉内心深处被抓住 随着勒紧胸口般的痛楚 喷出一股烈火般的情感 郑敬就这么被这股热度驱使 左手握住艾力的手 右手轻抚她的头发 艾力会赢的 郑敬就这么面向前方 朝着身边的艾力明确宣告 如同将决意与觉悟深刻在自己内心 就这么维持短暂的沉默之后 艾力忽然稍微动了 会痛 郑敬察觉双手下意识使了力 连忙放开 接着艾力也轻轻离开她 艾力转动脖子仰望后方一看 艾力以一如往常的调调 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 看到公主大人态度稳定下来 郑敬在安心的同时露出酷笑 两人以若无其事的态度 一起离开教室 并肩走在放学后的走廊 双方都被加了buff 这下又有干劲了 郑敬回想起自己刚才的行动 随着这又是今后会觉得海燥的回忆的预感 搂出而酷笑 不过忍不住就做出这种事了 和那个时候 朝着艾力伸出手的那个时候一样 一时冲动就这么做了 此时郑敬脑中闪过一个想法 那就是选择艾力的理由吗 郑敬忽然想起林乃前几天的问题 在阶梯停下脚步 当时郑敬回答不知道为什么 老实说 现在也并不是很清楚 不过以强大力量推动自己的那股情绪 就是自己选择艾力的理由 近似强烈保护欲的那份情感 即使不是恋爱 艾力在下楼到一半的位置朝郑敬仰望 然后从郑敬背后射入的夕阳 明亮地令她眯细双眼 郑敬露出有点伤感 却也有点疼爱的笑容 轻声俄语回应说 我不会离开你 直到旅行约定的那一天 讨论会当天 郑敬与艾力来到作为会场的讲堂 走向通往舞台侧边的后门时 凑巧撞见讨论会的对手 金发稍微烫卷 绑成披肩单侧马尾的女学生 挑战极限 勉强不会被老师责骂的淡妆 穿成绝佳个人风格的制服 俗称辣妹的宫前奶奶亚 姑且是沙叶家的搭档 古板优等生与外表随和的辣妹 听说她还活用那种花俏的外貌担任模特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别看他们的个性 以及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 其实感情很好 奶奶亚本来就是校内金字塔阶级的顶点 说到人脉的广度肯定在校内数一数二 艾莉暂时将奶奶亚的事情挪出脑海 郑静轻吐一口气之后 两人踏入作为决战场所的讲堂 场内聚集了不少人 都在讨论支持的人 听到的几乎都是关于沙叶家的话题 聊到艾莉的只有少数 至于郑静就更不用说了 完全是对方的主场了 郑静的好朋友易与光流也来了 他们重新看向前方舞台 隔着中央讲堂的右侧是沙叶家与奶奶亚 左侧坐着艾莉与郑静 明明所有人都一样 只是坐在椅子上 视线却神奇地被沙叶家吸引 听之背脊 沉稳闭着双眼的模样 甚至洋溢着某种风范 两人担心地注视着台上的艾莉 艾莉看起来每注意到两人的视线 就只是坐在椅子上 笔直面向前方 定睛注视无人讲台的蓝色双眼 看起来毫无迷茫与不安 不过内心紧张得无以复加 这场讨论会有关自己接下来的选战 这份压力当然是原因之一 但是不止如此 在这么多人面前亲口表述自己的意见 这种事对于艾莉来说是第一次的经验 以自己的话语拉拢他人的力量 这是艾莉至今认为没必要而割舍的东西 回想起几天前在足球社与棒球社的协调会 遭受无情的否定风暴 艾莉从指尖逐渐发凉 身体好难受 腿像是麻痹般的失去知觉 脚明明踩着坚硬的舞台 却像是踩着橡胶 身边的镇静是她现在的力量源泉 艾莉试着缓缓吸气 但是喉咙与肺不听话 擅自发抖 打颤 手脚越来越冰冷 已经连逞强都做不到了 像是求救般挤出的声音 颤抖得丢人现眼 明明想哭 却不知为何差点笑出来 脑中一团乱 你真的是一招背吗 突然听到这个过于古怪的问题 艾莉顿时停不懂镇静在说什么而愣住 不过正经的视线 瞥向她的胸口之后 她终于理解现状 即使反射性地想要遮住胸部 也因为想到这里是台上 而在最后一刻刻直下来 好一招趁火打结 让正经看爽了 然后正经忽然露出笑容 以莫名柔和的表情转头看向艾莉 那不就可以尽情性骚扰了 去死吧 这位小姐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裤啊 在隆重的场合舞台的中间 不愧是正经玩得这么大 面对维持正经表情 发出下流声音的搭档 艾莉反射性地向举起手掌 却努力忍住 发出疲惫至极的态度 选这种人当搭档 真的没问题吗 她开始对自己的判断感到不安 正经突然发现了好机油 朝着朋友挥手 艾莉抓住她的手腕 强迫她把手放在大腿 然后狠狠瞪向她毫无紧张感的脸 正经说道 好强壮的手 讨厌不要用这么混热的眼神看我 我 我好害羞 艾莉沉默 然后就是看垃圾的眼神 正经注视着冷漠的艾莉侧脸 她的脸颊大致恢复血色 不过感觉还在成枪 正经轻轻叹口气 以正经语调温柔说 不必隐藏紧张的心情 但秉持完美主义的艾莉 应该会想从头到尾完美突破这一关吧 正经补充道 艾莉的敌人 是理想中那个十全十美的自己 艾莉双眼稍微晃动 然后缓缓点头 看到艾莉的视线不安犹疑 正经刻意说的斩钉截铁 正经知道 精神状态预示不稳定 充满自信的断定话语就更优效 她传达艾莉 只要思考如何饰演 心目中最帅气的自己就好 必要的 自己我会全部搞定 就在这个时候 担任议长的童爷 从舞台旁边走过来 她来确认情况 马上就要开始了 然后确认了 沙野家他们的情况后 童爷站在舞台左侧设置的主持台 朝着麦克风开口 时间到 学生议会现在开始 听到童爷宣布开会 嘈杂的观众逐渐安静下来 童爷等到众人安静之后 开始介绍参加者 议长 学生会长见其童爷 提议人是一年级F班的 古山沙野家 以及一年D班的 工钱奶奶亚 承受童爷的视线 沙野家与奶奶亚起身行礼 观众席想起零星掌声 反方是学生会会计 九条爱丽莎 以及学生会总务九试正进 接着 爱丽以标准动作 正进有点装模作样般的鞠躬 这次也响起零星掌声 但是数量比刚才少 也没人激励 一提示 导入参加学生会时的 教师审核程序 沙野家看起来 毫不紧张地行走在舞台上 途中一度向童爷行礼致意 然后落落大方地走上舞台 同一时间 舞台后方的荧幕 大大映出沙野家的身影 简单介绍之后 沙野家环视观众问候之后 留立述说自己的主张 包括一项问卷调查 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期间 甚至准备了数据资料 如此周到的准备 令正进大感佩服 正进以称赞与苦涩各半的视线 看向奶奶亚 当事人不关几世般 心不在焉地看着自己的指甲 看来是他做的 而他也一副不需要自己了的样子 沙野家表示 现状任何人只要自愿 都可以成为学生会干部 不过 这种做法不可行 学生会不是这样的组织 沙野家不只提供客观的事实 还加重语气向观众倡道 平常成绩很差 品行也不好的学生 却在成为学生会干部的瞬间上位 成为可以对各位下令 对各位批准各种事项的立场 难道不会抗拒吗 沙野家问完之后 正进感觉到 这么说来 确实没错的气氛 在观众席之间扩散 置身室外的学生们 沙野家更改视角 让他们成为当事人 完全按照沙野家构思的剧本在走 所以要导入教师的审核程序 申请书必须请班导 学生会主任 还有训导老师与校长盖章 沙野家视线扫向观众席 以加强力道的话语 作为最后的总结 为了实现更加喜恋 兼具高尚品格与权威的学生会 请各位投下赞成票 沙野家行礼之后 观众席响起热烈掌声与支持者的欢声 童爷看向爱丽与正进 观众的视线也狙击过去 面对沙野家的精彩主张 在充满关心与期待的视线之中 爱丽静静看向童爷 默默摇了摇头 呃 没有意义吗 童爷像是大感意外般的确认 正进摇手要求进行下一个程序 突乎预料的进展 使得学生们之间散发 什么嘛 无计可施嘛的失望气氛 不过 这是正进从一开始就和爱丽讨论 并且决定的事 身经百战的沙野家 基本不会在问大阶段被人趁虚而入 要是问得不够好 只会被完美反击获得加分机会 不利的问题 干脆别问比较好 两人是这么判断的 接下来就是爱丽一方的发言了 那位孤傲的公主大人 会进行什么样的演讲 她能够好好说明清楚吗 拜托可不要哭出来 讲堂各处响起侮辱与嘲笑交加的声音 会场现在的气氛 与其说是期待爱丽将会如何反驳 不如说是倾向期待那位孤傲的公主大人 将会以何种形式落败 这股讨厌的空气使得舞台侧边的毛孝 刘梅倒树想要冲上台 却被马莎拉住手臂制止 看着爱丽走向讲台的马莎 露出严厉温柔 而且相信妹妹的姐姐眼神 至于当事人爱丽 则是完全没注意到周围的各种变化 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内心 试着回想 比任何人都帅气的她的模样 爱丽站上讲台 事先缓缓扫过观众席 然后 她笑了 爱丽站上讲台露出笑容的瞬间 造成观众席小小的骚动 然后她以有点做作的态度行李 展现得有刃有余 如同称赞对方的奋战般的大方无据 只相反意见的她认为 加入老师审核之后 学生会的权威反而会下降 因为这么做剥夺了学生会的核心人物 会长与副会长拥有的学生会干部任命圈 学生会里最吸引学生们羡慕与尊敬的对象 是经由选举当选的学生会长与副会长 正因为两人在斥烈的选战出现 赢得这个地位 校方才会赋予许多权限 爱丽凌然美丽的身影 使得某些人感叹吐气 她落落大方的态度 使得某些人佩服出声 爱丽短短数分钟就大幅改变会场气氛 但她自己甚至没注意到这一点 滔滔不绝说出自己的想法 正经感觉到 爱丽这段热烈的演说 撼动了原本倾向于支持杀野家意见的观众 当正经满意地守护爱丽的背影时 感受到左侧传来洗礼视线 而转身看向该处 那里是洗礼目光瞪向这里的杀野家 这双眼睛明显在问 这是你出的主意吗 但这是爱丽的主张 正经完全没出任何主意 爱丽的主张发表完毕 开始进行问答阶段 杀野家立刻举手向爱丽发动攻势 她提出 这几年自愿加入的学生全部成为干部 而爱丽反驳 只要没有造成问题就没关系 如果造成问题 学生们发出不满的声浪 到时候学生会长再大刀阔斧改革就好 杀野家继续进攻 校友会的学长姐妹 也有人担心最近的学生会水准下降 爱丽一惊讶力 这种事才应该由学生会长和副会长两人决定吧 承认自己实力不足而向老师求助 也算是一种决断 几轮下来 反倒是杀野家的态度逐渐不再从容 对手出乎意料难以对付 她的主张越来越缺乏逻辑 郑靖认为 她的失败在于看错对手 不正式站在那里的爱丽 追寻不存在的郑靖的欢迎 郑靖看向她身旁的奶奶亚 至今坚持袖手旁观的奶奶亚 也静静回看郑靖 然后奶奶亚像是在为什么事情道歉般地闭上眼睛致意 将手伸进裙子扣带 逐渐发生某种变化 首先出现的是戏如文明的低语 只要数耳聆听就可以听到转学生或是局外人之类的直字片语 同时观众喜意响起声援杀野家的声音 暗桌 郑一位奶奶亚在校内人脉超广 才能进行这种棋盘外部的心理战 不过更大的问题在于 爱丽意识到观众的存在了 她至今将意识朝向自己急以保持冷静 如今却因为意识到观众而失常 爱丽紧张到极限 差点陷入轻微的恐慌状态时 某人温柔地拍她的背 站在那里的是比任何人都可靠的少年 郑靖站上讲台和爱丽并肩 笑嘻嘻地拿起麦克风 打扰了 出乎意料说得太久 所以爱丽同学喉咙哑掉了 就是因为平常太少说话 才会变成这样吧 观众席随即传出笑声 会场气氛缓和的这时候 郑靖决定打出王牌 说起来真的需要继续议论吗 郑靖以吊耳郎当的态度突然这么问 观众们外头不解 郑靖环视台下之后 轻轻举起右手 志向站在主持台的童爷 选择那位剑骑会长担任会长的时间点 各位的想法就已经敌定了吧 突然被点名而目瞪口呆的童爷 吸引学生们的视线 如各位所知 剑骑会长原本是阴爵 而且是绝对不可能 获得老师被说的该死阴爵 不过剑骑会长努力成长了 他进入学生会之后拼命努力 追求那位争领学员之争母 这样的会长 不是也曾经让各位热血沸腾吗 加上肢体语言一口气说到这里 正经暂时停顿 环视观众 然后在学生们视线集中过来的时间点 转而以平静态度诉说 剑骑会长之所以能成为学生会长 正是因为任何学生只要有热忱 都能成为学生会干部的这个制度 我再问一次 需要继续议论吗 所有人甚至连沙野家与奶奶亚都完全沉默 会长反应过来 宣布没问题就进入最终辩论 这时沙野家默默站起来 爱丽也准备回座 两人走下讲台的时候 突然响起奶奶亚的惊叫声 听到这个声音转头一看 沙野家居然朝着舞台侧边跑走 事态完全出乎预料 不止如此 沙野家一瞬间露出的表情 使得郑静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爱丽代替愣住的郑静采取行动 她立刻飞奔向前 追着沙野家消失在舞台侧边 奶奶亚扫着脑袋站起来 快步走向舞台中央 她在中途向郑静道歉 然后站上舞台举起双手 宣布投降 众人在一瞬间沉默之后 充满困惑的低语 逐渐在讲堂扩散 就这样 学生议会在困惑之中闭幕 在之前 沙野家看见郑静和有希的时候 他觉得 他们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吸引所有人的人品魅力 物与伦比的领袖气质 从旁扶持的幕后功臣 彼此合作无间 所以在些许羡慕的同时 愿意放弃和他们竞争 可之后看见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他觉得遭到背叛 那个人为什么在那里 是有撕裂那两人 破坏两人的关系 可是看见并肩站上讲台的那两人 内心为什么会发抖 以前退居搭档后方的他 如今站在搭档身旁 表情比以前还要开朗 又充满活力 爱丽重处讲堂 在跑到体育馆后方的时候 追上沙野家 从后方抓住他的手 沙野家没有回应 爱丽柳梅倒树 他绕到前方 看见沙野家的脸之后 倒抽一口气 沙野家含泪瞪了他一眼 粗鲁挣脱他的手 沙野家怒气冲天的双眼 累如雨下 像是吐血般的挤出声音 问他为什么突然出现 拆散郑静和有戏 得知这一点的现在 爱丽什么都说不出口 总是说不出贴心的话语 无法打动人心 所以爱丽决定承受一切 至少要代替郑静 承受沙野家的激烈情感 沙野家再度抬头时 脸上露出有点空虚 半哭半笑的表情 擅自相信 憧憬 擅自觉得遭到背叛 乱发脾气 全都是自以为是 爱丽不懂沙野家的心情 但是他大致感受到 原本的沙野家 是非常理性的人 郑静换搭档的事 他气到失去理智 这时奶奶亚终于赶到 对爱丽说 自己可以照顾他 不用担心 朝着被奶奶亚 搂住的沙野家 爱丽不以为意地说 郑静选择自己的愿意 他也不清楚 甚至郑静自己都在找答案 不过他会努力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以获得沙野家的认可 爱丽快步离开现场 奶奶亚目送她的背影 感慨低语 爱丽是个好孩子 奶奶亚随口说完一笑 取下沙野家的眼镜 从正面紧抱她 学生们依照 同爷与郑静的指示 鱼冠走出讲堂 两个人引在高一届的位置 俯视这副光景 有膝大魔王 括号自称 单手拿着红茶 油然一笑 编半杯里的红茶 以冰冷眼神俯视郑静 明明可以很快结束了闹剧 不知道是给搭档锻炼 还是照顾对手的心情 这时 林奶说 郑静与爱丽都非常了不起 有膝像是坏了心情般的 放下茶杯 皱眉转身 有膝一拳锤在椅子扶手 强调 这种幕后boss的氛围 就是要这样 林奶率直低头致疑 没错 这就是有膝愿意接下 热死人的 因控与照明工作的原因 顺利完成善后工作 在人去楼空的讲堂里 郑静与爱丽并肩坐在观众席 眺望空无一人的舞台 经过一小段沉默之后 爱丽轻声开口说 我想沙野家原本很尊敬你 他说了你与有希是独一无二的搭档 他很崇拜你们 听到这段话 郑静内心的某个疑惑解开了 他一直觉得沙野家的态度怪怪的 原来是觉得遭到了背叛 郑静一直有个疑问 沙野家为什么不加入学生会 而且自己在他眼中是什么样子 期待与信赖遭到背叛时的追星之痛 郑静也非常清楚 想到这份痛楚是自己造成的 郑静差点被罪恶感压垮 我会努力的 听到爱丽这句宣言 咬紧牙关看着下方的郑静抬起头 重新下定决心 这已经不是只有他们两人的战斗 不能允许自己在选战术的落花流水 爱丽有点犹豫般的开口 为什么不是选择有希 而是选择和自己搭档 对于这个问题 郑静缓缓眨眼 他解释道 当年和有希一起代理学生会 是因为没能断然拒绝有希的请求 向支援有希达到目的 这种想法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愧疚吧 郑静就这么看着前方 完全不多做解释 爱丽理解他 虽然想知道为什么愧疚 但也不问了 成为政理学员的学生会长 这原本肯定是要交付给郑静的课题 郑静把这个课题塞给妹妹了 正因为这种罪恶感 所以郑静无法拒绝有希的请求 也因为如此 做任何事都没有成就感 爱丽对于当时的郑静一无所知 感觉不管说什么都很肤浅 如果是有希 或许就能安慰他的心 如果是玛莎 或许就能温柔包覆他的心 如果是童也 是毛孝 是灵奶 这种想法接连浮现 无力感压得胸口嘎嘎作响 自己却无法成为别人心灵的避风港 不知道是否明白爱丽的哭闹 郑静从看向远方般的表情 转为露出有点害臊的表情 但是 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是以自己的意愿 决定竞选副会长和你一起努力 爱丽至此 终于想起自己刚才问的问题 为什么不是选择有希 而是选择自己 她察觉 郑静正在回答这个问题 郑静一开视线 骚抓脑袋 爱丽不禁失笑 同时 她察觉自己的存在 成为郑静内心积极向前的助力 喜悦与安心 以及无法言喻的娇羞情感 在内心扩散开来 可是 我希望这部分 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 全身发扬的幸福感 使得爱丽洋溢笑容 像是恶作剧般的这么说 郑静反问 你为什么答应和我搭档参选 哎呀 这很简单 遭到郑静逼不得已的这么反问 爱丽露出微笑 理所当然地用俄语断言 爱丽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 将尖头的头发拨到身后 从座位起身 郑静同样站起来 装作若无其事的表情 用力伸拦腰腰 以免被爱丽察觉她内心的慌张 至少比起昔日 只以罪恶感作为原动力行动的状态 好太多了 郑静如此心详 隐约怀着舒畅的心情 跟在走向入口的爱丽身后 这么说来 刺尸走在前面的爱丽 爱丽忽然停下脚步挂着冰冷表情 转过身来 爱丽在稍微脸红的同时 视线变得严厉 看来是讨论开始前的调戏 现在要被秋后算账了 听到爱丽这么说 郑静想起自己在讨论会之前 做出的事 视线犹疑不定 只是随口聊到了 自己也是瞎猜的尺寸 笨拙解释的郑静 愈说愈笑声 爱丽以绝对零度的视线注视她 最后轻哼一声 重新面向前方 郑静以为 勉强得到原谅而松一口气时 传来一句小小的俄语尼南 勉强猜对 郑静顿时来不及理解 但是察觉到这句话 是在回答讨论会前的 那个问题的瞬间 她一口气达到混乱的顶点 勉强 她说的勉强是哪一种 往上还是往下 是偏F的E 还是偏D的E 引爆郑静的青春期心态 爱丽无视于这样的郑静 耳朵尖端变红 像是要藏起自己表情般的 快步走出酱汤 入口的门响亮关上 鸦雀无声的寂静 占据室内 然后青春期男生的呐喊 响遍空荡荡的酱汤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